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 OPPO Reno5系列冠名 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本节目由幻彩人像视频 华生 华生 亲爱的富尔摩斯 你的搭档已陷入闺蜜 请桌上的手机将它唤醒 快醒醒 最后大侦探用东东唤醒了他的搭档 搭档用东东 看好轻松 请文涛侦探挑选搭档 搭档一定要趣味相投 还有足够的默契 最重要的是来自同样的星球 有一样的灵魂 所以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去 送APP上找到它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好玩 有趣的功能 可以找到灵魂搭档 yes 灵魂搭档 一起上搜 玩推理 下载搜APP 搜索明星大侦探 参与活动 已经金条 本节目一共七位玩家 在每期设置的游戏剧情中 分别有侦探 嫌疑人 真凶三种身份 游戏设置双侦探模式 真凶隐藏在嫌疑人之中 只有真凶可以说谎 只有找到真凶 玩家才获胜 游戏设置侦探酬金 每期抽取角色卡时 每位玩家将获得一根金条 如果真凶逃脱 则真凶获胜 其余玩家将所有金条交给真凶 如果抓住真凶 则投票正确的玩家 保留金条 其余玩家需归还金条 两位侦探各自投票 若两次都投对 则均可无外获得一根金条 则均可无外获得一根金正确的 则均可无外获得一根金条 则均可无外获得一根金条 质均可无外获得一根金条 则均可无外获得一根金条 所以就算出张 这手码真是不错 灭棋 隔着地下注 我怎么还是927啊 我这角色跳不出来了是吗 谢谢谢谢 感谢感谢感谢 怎么样这位客人 非常好辛苦您好 对我的手法您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谢谢 好的您的年卡快到期了 要不再续个20年 你都说了一个小时了 我说了不续不续不续 回头再说 北京时间24点整 本温泉这些时间已经结束 让我们的温泉 客厅身体位祝您晚安 行 那就改天再见 你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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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弹得太好了 什么弹得太好了 走开 你以为就你会啊 老公你也会弹钢琴吗 开玩笑 你以为你老公只会搓澡吗 那快快快给我表演一个 我都没看过 这位大哥 给兄弟个机会 在我婆娘面前让我也露一场 都12点了 你还在弹琴 你一定有说不出来的心里话 只能靠情绪来的表达吧 看着啊 好的 像他这么弹琴的 太普通 要什么骨子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搓澡工弹琴都是这么弹 哇 好帅啊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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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太帅了 来 来 好嘞 各位客官看过来 没有 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是人间大彩蛋 人间不留在遗憾 保你十年赚两万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今天卖的彩蛋 各位上演看一看 哎哎哎 卖了一晚上了还没卖出去 太晚过太难过 看看您这个 你是不是也想对生活按下暂停键 哇 你会这样的 看看您的 看看这位客官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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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蛋碎成王 怎么能够这样啊 哈哈哈哈 这位 我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哈哈哈哈 欢迎欢迎啊 运作家先生 这个呢 就是我们忘忧小镇的宣传单 您看一看 哎我看 忘忧镇衣山面海以温泉闻名 没错 镇上有一个烦恼油桶 就是这个了 就是它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景点 这个是我们非常有名的 叫做忘忧杂货铺 您看我们这个街道上的灯笼啊 错落有致 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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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考虑投资我们这个忘忧小镇 绝对是明智之举 哎呦 这是哪儿呀 这么奇怪 这个就是我经营的 八星级的温泉假日酒店 地段非常的繁华 装修非常的豪华 享受非常的奢华 哎看得出来 洗完以后呢 皮肤非常的光滑 我试试 我试试 呦来客人了 你两位 你两位不好意思 你们要干嘛 我们这样大部分地方都打烊了 我是老板 您是哪儿的老板呀 我是这个温泉酒店的老板 您是我们酒店的老板呀 哦 老板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 运作夏先生 就是他专门运作我们的这个楼子 运作 运作一下 夏先生 这个是我们精彩的搓找师 老板 见人 你往哪搓 见人就想搓 最重要的我们的每一个这个汉征房啊 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响亮的名字 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英雄房 我带您到里面看看 可以啊可以啊 好吧 我看看这个真心英雄房到底长啥呀 哎 这 这 这怎么灯都关了呀 有点黑呀 我把这个灯推开给您看看啊 好嘞 推 真心英雄 啊行 这 这怎么还有人在这睡着呢 哎这不是真老板吗 哎呦 哎老哲 别在这睡了 起来吧 回家回家睡去 陈老板 以我多年的从商经锐的这个嗅觉 以及我对人体的了解 我觉得他应该不是睡着了 而是死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我们那个真老板啊 他在这儿里扬着 对这位 老板 哎呀 哎 哎他这里好像有一封信哎 哪 我看看啊 我有罪 我决定在这里结束我的生命 请勿惊慌 痛苦的死去就是我该有的结局 哦 真老板 自杀的 但是我不相信 在我们这个地方 怎么可能会有自杀这件事 这叫扯淡 哈哈哈哈 我跟运作家先生呢 一直没有在这个地方 啊 所以呢 我俩就没有在这里 对吧 我俩就到这里 你俩是后来的 现在是2021年的1月29日 凌晨0点5分 在旺幽镇旺幽温泉酒店里 发生了一起命案 死者叫真老板 男是镇子里旺幽杂货铺的老板 死者死于玉城内的真心英雄坊 身穿玉袍倒在地上 虽然有一份遗书 但是依然不能排除他杀的可能性 凶手所定在你们五个人之中 各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水哥开始吧 呃 我叫杀杀费 我是一个干杯出手工 今天他的口音就是老北老北京啊 啊 好的 38 38 我就是人间大彩蛋 我就是人间大彩蛋 在这个地方专门为顾客 掀人生中五颜六色色彩 我今年27岁了 他是最优伤的一位 对对对 他不高兴 很开心的那一位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不高兴 为什么呢 他的名字就不高兴 何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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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我姓吴 我叫吴仁爱 我叫吴仁爱 很难过的一个名字 然后今年方菱 40 我是新音乐 我30了 我是最小的 三十而已 对 现在这里我最老 好 好 更害怕 OK 你叫老婆 长辈 老婆 我们现在就在温泉附近去聊一下今天的不在场证明 请一步 好 好 今天本来是我们这个忘忧镇的一个大日子 我们本来请到这个运作夏先生 坐下跟我们一起运作运作这个投资的事情 没想到一来就赶上这么大事 介绍一下你们跟死者有什么关系 认识多久了 先从我们的水哥开始说 水哥你嘴角怎么用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不想看到你 同情景 是不是 这不离 半夜起来看到这 这不离什么时候离 很想离 跟死者是什么关系 天哪 问你呢 老公问你呢 快说一会儿要不是怀疑你了 老公问你呢 快点说 我在这工作了22天 是一个老员工了 我在这工作最大的感受就是要珍惜 因为曾经有一次我给一个客人搓澡 就可能因为我的手法也有点太过于 魔幻 魔幻 第二天他就突发心脏病 离开了人间 所以我那一瞬间我突然感悟到 有些人一旦错过 就不在 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所以你现在已经是危在旦夕了 好啊 那你跟那个真老板是什么关系呢 我就知道他是杂货铺的老板 但是我们也没打过交道 也没错过他吧 没错过他 但这次永远错过了 就不在 真的不在了 永远错过了 他们俩在这儿坐着聊天 特别像养生糖对不对 买那个中药什么 无人爱 我是无人爱 然后再这么说我就急 但是我下一句就是我真的不是没有人爱 这个是特别爱我的那个老公 然后呢 我特别以他为骄傲 这个是我人生中的闪光点高光时刻 我是员工家属 我是这个酒店的住客 我1月1号来这儿的 欢迎欢迎 对 然后关于这个死者 我确实是知道他是这个 妄忧杂话铺的老板 但我跟他也不太熟 也不熟 就我只是来这儿 然后就跟我老公很开心地生活在一起 把这个苍蝇给拍死 那下一位不太开心的同学 难过 我多希望有人听到我 哪怕我什么都不说 哎呦 我多希望有人能懂我 哪怕我什么都不表达 你希望有人打你吗 我知道你身上每一块铃 深而为人我很遗憾 我是一个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笑的 何必笑 我是忘忧杂话铺的打杂工 你是他的员工 我原本也想成为他一个优秀的员工 可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才知道 我也只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过客 但是谁 又不是谁生命当中的过客呢 谁又能够真的在谁的生命里面停住呢 我是十月份来应聘的 我是十月份来应聘的 这个情绪转 就前面是书情 后面是交代我的时间线 十月就来了 大彩蛋老师 好的浪子回头金不换 我是人间大彩蛋 游客到我这儿必打卡 我是网红蛋 那你蛋跟其他的蛋有什么不同呢 我 我的蛋跟 因为我是七彩的蛋 他给那个蛋上都画很多画 对 有很多画 我会给所有人画肖像的蛋 那你就是表面上是卖彩蛋的 实际上是搞艺术的 对 因为来到这儿的人多少都有一些 忧伤的艺术艺术气息 那你跟我们的这个真老板什么关系 说到这个我们是蒸蛋的关系 什么意思 因为他本身也卖温泉蛋 啊 因为那是竞争关系嘛 他买一块我买五毛 他白送我陪家 对对 我基本上是这么紧张的恶性 对啊 就是不给对方任何机会是吧 当然了对对对 只要能活下去 什么都是重要的 这个地儿活下去就是重要的 没想到这个行业还这么凶险 一个蛋是赢吗 我是2019年6月来的 6月来的 对 12月开始在这摆摊卖蛋 那这个新音乐 你们还没有认出来我是谁吗 喜羊羊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你真的很像喜羊羊 真的蛮像 不是 你们都是2G上网 还是你们从来不听歌啊 最近我的歌在各大国内外音乐榜单上 排行第一 所以说我就是叱咤风云的新音乐 我反正从刚才的画面 我感觉你的粉丝就我老婆一个人 只有我知道 我1月22号来到这个小镇 因为我刚红 然后我就把我红了的消息 要亲自的告诉这个镇上的一个人 那你跟真老板是什么关系啊 我只知道他是这个镇上的这个忘忧杂货铺的老板 但跟他并不熟关系 不熟 你们昨晚见过死者吗 然后你们自己都昨天都做了些什么 嗯 28号我没有见过死者 下午5点开始上班 然后一直是搓到了晚上10点 哎呦妈真辛苦 这个大弹王 大彩蛋 我先看病去吧 我弄成大果王了 对 好嘞我是大果王 好我们这去了 果大水又多 请您摸一摸 大弹王是什么东西啊 我的大彩蛋 大弹王和何必孝 来了 我太太也是10点来的 我太太一般呢 都会差不多在我下班之前 她又没什么事 她就提早过来 三个人都来了 10点 对 从10点钟开始 我们四个人应该就在一块了 对对吧 相互可以证明 大弹王就推销她的彩蛋 这个何必孝约了一个11点的搓棗 一个钟呢 10点半 我去给她拿毛巾 中间离开了10分钟 10点半呢 就是10点半到10点40你不在 对 然后拿完毛巾回来 我就披在了何必孝的身上 嗯 然后就开始给她搓棗 用昨天剩下的水 搓过的水给她搓棗 老汤是吧 对老汤 文化 漫傲 搓 然后呢 然后就一直到12点钟 营业结束 刚好她是最后一位客人 我们大家就从这个 房间出来之后 就看见这个新音乐在这 弹着一首烂钢琴 弹着炫耀 明白了 无人爱 我是10点钟我就在这儿 开始等我老公下班了 刚好老公就出来 我们就在这儿聊天 这个时候何必孝 也在我们的聊天行列 然后大彩蛋呢 就在旁边卖她那个大彩蛋 嗯 然后10点半的时候 何必孝就说她想去上个厕所 10点半 对 10点半 就是她拿毛巾的时候 对 然后他们俩就都走了 我就在这儿自己等着 没过一会儿呢 我老公就回来了 那你跟大彩蛋先生 两个人单独在这儿等了吗 没有 大彩蛋可能就是 我一直在溜弯 因为我要卖蛋 我得来回来去的溜弯 那就是说10点半的时候 你也有自己待在这个温泉的时间 有 我待在这儿 然后11点他们就开始搓澡 在外边等着 那搓澡的时候 你也没有人可以证明你 可以证明她在 因为我们在聊天 那何必孝 何必孝先生 9点钟我们忘忧杂货铺关门的时候 老板还在店里 你见过老板吗 9点40的时候 他说他要出去一趟 他就走了 9点45的时候 我不太舒服 我就想来找萨萨水按摩 9点50我到温泉酒店 10点钟的时候 我找到了萨萨水 10点钟到10点半的时候 我在跟萨萨水和无人爱聊天 这个过程当中 大彩蛋有过来跟我推销他的彩蛋 10点半的时候 我肚子有的不舒服 去一趟厕所 回来了之后 11点到12点钟 我跟萨萨水进行了一些 疼轻一点这样的一些 互动搓澡活动 然后12点的时候 我出来看到新音乐在这里弹琴 都半夜12点了 弹的应该是一个寂寞 弹的是个寂寞 然后两位侦探就来了 明白了 好 那 打载蛋 10点之前呢 我就在这一直我卖蛋 不是 然后到10点的时候 我就到了温泉酒店推销 那时候格萨无 然后你们三个都在 但是河最好 他买了我的蛋 让我很欣慰 我不高兴不能让你不高兴 你看看 把悲伤留给自己 这种人说 把我的悲伤留给我亲亲 然后10点半之后 我就开始在这卖蛋 然后一直到现在 也没有见过 你一直转都没有见过 没有 没有见过 新音乐 因为我是搞音乐的 所以昨天晚上我一直在房间 有些心事 你也不高兴 半夜睡不着觉 把心情哼成歌 只好到屋顶 不是 到那个澡堂子来泡澡 大概是晚上10点50的时候 回来泡玩具 快到营业结束的时候呢 突然心血来潮 就特别想要弹奏 弹钢琴 正好旁边就有一台钢琴 然后我就一直弹琴 谈到后来就是听到里面死人了 我就过去了 这么看来 真老板就是9点40到0点5分的时候 这是他的死亡事件 然后在这个时间里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是 就时间里面都有漏洞 对吧 都不能够完完全全有人证明他是跟这个人一直在一起的 刚刚那个陈老板带我过来的时候给了我这么一张宣传册 虽然册上的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好奇的 就是说这个忘忧症有一个神秘的烦恼油桶 据说这个油桶还有非常神秘的力量 只要有游客把诚心诚意的烦恼写上去之后 投进这个油桶里 三天内就会有人从附近的牛奶箱里面找到神秘的游信 然后就能够得到解决这个烦恼的指引 这是真的吗 我写过骗人的 根本没有回过骗人 还有谁信呢 你们有试过吗 都 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 而且我觉得用一封信就可以解决的烦恼 算什么烦恼 我相信 我深信不疑 他的这个威力比大家想象中的更强更神奇 我信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上来就有地平坚 新音乐你相信吗 我也相信这个传说 咱俩不信他们啥都信 然后我觉得他不仅很神秘 甚至还有点奇怪 还有点奇怪 接下来我们就分开搜正吧 随随和无人爱还有新音乐 你们一组 然后我跟运作县和大彩蛋一组 好 搜正吧 第一轮现场搜正 其名玩家同时取证 每人可使用幻彩人像视频 OPPO Reno5系列 拍摄十张照片 来两位 来 探案神器 来吧 看看咱俩是否心有灵犀啊 好 我绝对第一个就拿到你的 我看都不看 完了离婚 离婚 心中所想之人 拿到何了 离婚 你看 你看 你是不是觉得很内疚 我觉得非常内疚 内不内疚 你怎么对得起我 我内疚 我真没想到 你的心里全是我 哎 开始吧同志们 开始了 我先看现场 你慢点啊 地滑 来 已经晚了 探针房密闭 隔音 高温 每天5点到0点 最高温度达45 哇 11点探炉会自动关闭 房内温度会逐渐回落到正常 这还有一个 开关 哦 这是控制这个房间灯光的 真老板 真老板 银光贴纸 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开关在现场 而且是扔在地上 嗨 嗨 嗨 慢性毒炭 黄色无味有毒性 连续吸入半小时会导致人中毒而死 毒炭燃烧时会产生黄色的炭灰 黄色的炭灰 所以这里面是有毒炭 看看何必笑这里有什么 只是一个员工 哇 这么多衣服肯定有蹊跷 这是工作服吗 这么时尚 这是什么 啊 这些没有线索吗 没有 真的没有 为什么每个抽屉里都塞满衣服 原来是为了藏一个电话 我的行 我的行 嗨 你找到啥子吗 找到了一些东西 你知道我在这找到一种毒炭 有毒的炭 有毒的炭 吸入半个小时人就会死 那不是要破案了 破了 恭喜你 已经破了 你好棒 你想卖蛋和卖炭应该是一家的 你想卖蛋和卖炭应该是一家的 这是他玩的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应该就是这个神五四 嘿朋友 快来我家看看我的新作息帅不帅 何必向回复队友 我和朋友 没头脑在忘忧这旅行呢 我们打算在这里的杂货铺打工住下来 没头脑 好 看这为什么有两张床 这里是谁 一个上了锁的柜子 来喽 一到十二点就狂作的猛男 时间还有五分钟 对 对 这个画也非常诡异 还准备画这么恐怖的一幅画 画也挺恐怖的 大彩蛋 他怎么感觉他的画风都这么轻轻 哦 上十三边 对 很少 妈妈 小弟 大彩蛋 大哥 大哥弹成钢鞋 他大哥是我吗 不是吧 密码是什么呢 密码在哪啊 电脑 大彩蛋 头上是个兔子 兔子 这有一个兔子 兔子 我是不是见过 兔子 好像就是这个兔子啊 这是个什么 有个蛋 光月和你 要是小白船 这首歌叫小白船 小白船 十位数字 数字里吗 音乐 固子的音乐 十位数字 十位数字 你 晚上 幅想 和小白船 音乐 数字里吗 是 还 90 一 天空 银河里 拉 索 索 拉 索 米索 米 人 索 真是 林学兰 你好 我是好漫画的小孩 当时跟着爸爸学了国外的老孩大彩蛋 好漫画的小孩 我听说我妈妈 大哥和弟弟在汪油镇的 你的时间只有最后一分钟 这个箱子明白到底是什么 电脑里会不会有什么 好漫画的小孩 十秒斗计时开始 好漫画 还真是好漫画的小孩 好漫画 我去 四 这么多小白犬 三 这个女人是谁呢 一 时间到 请离开现场 这个汉征房很奇怪 拿出探案神器 是否是一把就能抓到自己的手机呢 嘿嘿嘿嘿嘿 你看看这个一定是我的 哎呀 对对对 好 好耶 走吧 你不能高兴 啊 哈哈哈 我们去邹政 何必笑何必叫何必热闹的 那我们先去现场看一下吗 还是 没事啊你是侦探你做主 它这边有个手机存放处 手机存放处 这个还真有一个手机 真老板呢 真老板当天有三个通话记录 有一个是未接通的号码 这是我打的 但是它没有接 下午4点40分 那就打不通 再来一个 你好 这里是酒店前台 我想问一下就是 今天是不是7点半的时候 有一个真老板给你打了电话呀 是这样的 真老板本来他预约了17点到0点来 真心英雄房 但他下午的时候都一直没有来 嗯 所以我给他回了一个电话 嗯 他说这个时间不是他预约的 不过呢 他说他今天晚上10点 会来真心英雄房 哦 嗯 所以你们怎么老是问重复的问题呢 下午的时候已经有人打电话问过我了 这就很奇怪啊 那我来新音乐这里好了 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开心主唱工作室 1月22日力推新人 新音乐 出道作品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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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所欲言 在Soar 蹲一個有緣音樂人 跟隨Soar找到你 很多音樂公司找到他了 都想要他做一些改變 他就沒有不願意 OK 懷才不遇的一位音樂人 這就是我們新音樂的人設 這 其實我是一名來自未來的時間旅行者 我一直都記得這首歌的歌詞 我現在已經寫下來附在信件的後面了 我去沒人愛這 他們兩個一家人 我把籃子放進框 真是棒 棒棒 這個裡頭有什麼 我什麼都找不到 這有一個喇叭 放音 哈哈 尋找老公 鋼絲頭髮 身穿 碎花黑色衣 耗你血 這不就是啥讚嗎 鋼絲頭髮 尋找妻子 兩姑女兒 妻子 馬花臂 柳葉梅 搭鼻梁 雙眼皮 離家出自時 身穿碎花白色衣 你貫褲子 用一個衣服 我沒法穿 这有一个盒 这么多的纱布 有三封信 找一手机 有段视频 怎么一黑眼 啊 哇 那么吓人 他还是都被外星人抓走了 看一下 这就是前台 半戳早年卡送放松神器 SKG的筋膜枪 哇 还挺爽 舒服吗 可以可以 可以随时随地按摩 缓解疲劳 这是什么 真心英雄房 真老板17点后一直没出现 我已经联系他具体情况 先看看电脑里有什么地方 这里有密码提示 爱的初体验 它跟这个 无人爱的爱的初体验 还是他第一次搓澡的 给别人搓澡的初体验 爱的初体验 无人爱 无人爱 不对 这里有那个999的口罩 好像还挺酷的 口罩里装了空调吧 清新提神 太有创意了 我要给999投资 好酷 泡脚的地方 发现了一个东西 泡脚桶里有一个钥匙 不是泡过的水吗 这 我的手不能要了 它不干净了 应该开这 就这了 就这了 对对对 洒水专用 很多东西 这是一件搓澡衣 这有一个 爱的初体验 简直爱疯了 简直爱疯了 爱疯了 真是 芒果坡里面有 它的主页 在风景优美的 旺游镇上 有一个烦恼油桶 据说这个油桶 又用神秘力量 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了 震惊 还送了一个小白船 一个被剧本压垮的 名争编剧 你们仔细看小白船了吗 上面还有一个 奇怪的符号 有三条私信 这是萨之水给它的私信 请问收到的信和小白船之后怎么样了 它收到回信和小白船之后 两天内就去世了 就是说得到回信和小白船的人 都去世了 马甲 这是它工作符吧 又有钥匙 马甲里面有个小钥匙 是不是后面 看尾巴那有个盒子 有 有 有 开了 这 这不是 这不是全是小白船吗 对 诶 这 你的时间只有最后一分钟 这应该是真老板的空间 这应该是真老板的空间 什么 这 诶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二 二 没有什么呢 如果注射立即指人死亡 时间到请离开现场 结束了对不对 Let's go 运作下先生 我们现在是真的 真的得运作一下了 我感觉 运作起来 好 这位就是我们的真老板 咱们从现在已知线索看出来 他俩应该是夫妻关系 是的 他俩竞争关系 对吧 何必孝跟他应该是雇佣关系 他是一个游客人 那就不熟 对 然后他跟他也不熟 他跟他也不熟 然后他们三个的话都是在这个地方工作的 我觉得有两大疑点 第一个是预约这件事就是说 孙老板 要去 他十点是想去的 但没有提前预约 第二件事就是 这个油桶说他是从未来过来的 有神秘力量 或者故弄玄虚 对 有请我们的凶手们 闪亮登场 我们开始来分享一下大家的搜证吧 水哥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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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们是夫妻俩 我们就没有什么秘密 我没有秘密 我帮你一块分享了 好呀 没问题 看不懂 没问题 你来 先从我这边 要么你们夫妻一块说呗 一日夫妻百日 百日夫妻四海山 什么东西到了你 那是特别像一个评书段 怎么了 现在请收听我们的评书频道 海参倒比龙虾跪 龙虾放酒不保温 来来来 我主要是看了一下 死者这个丧命的现场 死者的手机呢 是在门口的柜子里 手机里面有三个空话记录 分别是在昨天下午的4点40分 7点30分 和昨天晚上的10点02分 但是第三个电话没有接通 并且是个未知号码来电 这个号码是我打的 最后一个号码 你刚才突然一坦冲 我心里一咯动 我说侦探有事 我后来想您是侦探 那您说说您是打电话干嘛呢 就是要投资嘛 想请所有的老板 那跟运作下先生打个招呼 所以呢我就通知了所有老板 那当时呢 真老板就没有接电话 两个那就接到了两个电话 这两个电话都是通话30秒 喜泽喜闻的地方是一个汉金缝 汉金缝有很多告示 大家都看到了 首先一个告示就是说门口不要对方杂物 而且我也仔细观察过了 门口确实没有对方任何杂物 所以说死者在里边出现任何异常状况 他出不来 并不是因为门口对了杂物 让他出不来 而是因为有其他原因 汉针坊里面还有一些规则 不让带手机进入 所以死者的手机呢是在门口的柜子里 此外 探针坊里面有一个时间 是每天的下午5点到40点 对 还有一个就是到了晚上11点 炉子会自动关火 气温会逐渐下降到正常水平 但是在运作期间 最高的时候可以达到45摄氏度 我在这个现场看了一下炉子 在炉子的旁边的一个角落里 有一个竹帘 我在竹帘下面呢 发现了一个纸袋 这个纸袋上面写着慢性毒碳 黄色无味有毒性 吸入十分钟后会有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 呼吸急促等症状 手指甲呈黄色但仍然有行动能力 哎呦呗 这竹帘真活活 哈哈哈哈 我只是给你 哈哈哈哈 那不是竹帘是什么 连续吸入半个小时以后 你看看 29分 29分 59分 会导致人中毒而死 半个小时以后中毒而死 毒碳燃烧时会产生黄色碳灰 每一块毒碳可持续燃烧四个小时 我在这个炉子里面很明确大家可以看到 照片里有黄色粉末 所以这应该是有毒碳燃烧过的痕迹 然后就是这个小的开关 背面贴着荧光贴纸 我试验了确实能够打开汉征房里的灯 这是现场一些细节的分析 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死者的死因 因为他手指甲确实是呈黄色 所以可以基本判断 他是吸入了这个慢性毒碳 但是他是在十分钟以后 因为其他原因致死 还是说持续吸入了半个小时 导致他中毒身亡 这个我现在没有手段去验证他 但我唯一在想的就是 如果吸入十分钟 他还有行动能力的话 为什么当他头晕呼吸急促 感到身体极为不适的时候 他不出来 我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现场是一个轴对称的环境 他的四个角落是围绕着一根中间的柱子 完全一样 四个角落就像照镜子一样 如果在四个角落 稍稍动一点手脚 把那扇门唯一的出入口给遮住 他就会变成一个迷宫 你就会在里面绕圈圈 四个角落里我都发现了 有堆在那种帘子 那个竹帘的宽度高度 基本上刚好可以遮住门 所以如果四个帘子挂在这个墙壁上 把那个门一挡 人在头晕目眩的时候 两边都有骨子 然后四个坐耳朵一模一样 再把灯一关 他会完全找不到出口在里 是 我第一次进的时候我都还没整出来 我后来发现死者身边还有一捆麻绳 它是专用的扶团拆解开了 而且死者的双手上面 沾满了这个麻绳的纤维 我猜测 它是在极度眩晕 并且找不到出口的状态下 它自己在想办法 所以这个麻绳只是在他的手掌心发现了有这个纤维 我就在想 第一 真老板今天到这个桑拿房 他第一次来 而且一来就包了一碗 他想干嘛 第二个情况就是 有人为真老板今天的死早就做好了安排 谢谢大家 好的 你怀疑谁啊 我怀疑真老板 得罪了你们当中的某些人 没得罪你吗 第二个 何必孝先生 我主要是去了新音乐的空间 进去之后呢 首先就发现 在空间里面有非常多 她和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 长得真的一模一样 是她的女朋友叫新女友 这都知道了 他们两个的爱情故事非常的感人 在她的手机里面有她跟女孩的一段对话 新月说石头在哪都是石头 永远都不可能发光 就像我永远是loser一样 新女友对她说 谁说答 在我眼里 你就是音乐界最闪耀的金子鸭 前路在街南 有我陪着你啊 你知道吗 如果你不快乐的话 我也会很不快乐的 这些非常能够鼓舞她的一个女孩 也能看出她也是个非常丧的人 但是呢我觉得新音乐的这种怀才不遇啊 她事实上呢 她是不太愿意为了配合别人 去做任何改变的人 独立音乐人 事实上她在这个SOR APP的这个群聊派对 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唱评公司 向新音乐伸出感来 比如说马上红娱乐公司 马上红娱乐公司 红 新月你好 你的嗓音条件确实不错 但需要整容 只要你愿意 我们愿意把你包装成第二个合美男 新音乐说 不好意思 母胎出场设置 不做改变 你看不愿意整容 接下来是有前途娱乐公司 超级棒音乐公司 对 她是一个非常 所以我的态度 有态度 而且不愿意妥协的人 这些都是在那个SOR APP上找到的 这个东西我也听到过 这个SOR APP 它有一亿年轻人都在玩 人气很高 上面有语音匹配 视频匹配 群聊派对等好玩的功能 想要遇到有趣的灵魂 就来下载它 分享瞬间忘掉烦恼 SOR APP就是你的忘忧小镇 好 SOR APP可能是一个真的忘忧小镇 但是在我们这个忘忧症上面 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伤痛 下面就说到新音乐的伤痛了 在她的空间里面有一个盒子 应该是属于新女友的 首先呢我就打开了这个盒子 每一年新音乐都会为她的这个女友 创作一首歌曲 比如说2017年的时候 创作的歌曲叫 《月亮代表我的心》 到了18年是知心爱人 然后到19年就是夜空中 最亮的《星》 然后呢2020年是《星星点灯》 做了我的家门 今天写的谐音歌还喜欢我 你能不能做个认真的音乐人 不是有才华都这样 对 另外 他的这个盒子里面还有两张非常恐怖的照片 第一张是一个长发的人 举着手机对着镜子 剪头发的一张照片 另外还有一张照片是一地板的血 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谁在剪头发 为什么剪头发 地上为什么有血 它是谁的血 这个照片呢是我女朋友的 在这个空间里面 另外还发现了一张小白船 蓝蓝的天上银河里 有只小白船 打开小白船之后 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恶魔标志 另外我就打开了这个像音乐盒一样的装置 上面呢非常遗憾地看到了 新女友死亡时间2021年1月7日 这个月初她挚爱的女友已经死了 我想请大家稍微听一下 就是这个音乐盒里面放出来的音乐 大概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就刚开始你弹的那个 这个旋律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这个旋律是我自己写的 是你自己写的 好大家刚才听到了我们播放的那种旋律 然后呢事实上呢在她的这个手机里面 有一个非常精美的MV 这个精美的MV呢其实是 1月22日她发表的一个作品 MV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是每一切都想在目过过得好不好 泪不能停止得流 流进星星的火候 这看心中的模样 造通如一具躯壳 这个旋律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旋律 但是它有词了 而且发表之后就大火了 然后呢其实在她自己的空间里面 还有一艘小白船 打开里面也是这张恐怖的照片 另外还有两封烦恼由同给她写的信 一封是在2021年1月1日写来的 亲爱的新音乐 感谢你与我分享了你的烦恼和你的曲子 作为交换 我也和你分享一个我的秘密 其实我是一名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 这一首音乐在未来会大获成功 并且治愈了很多像现在的你一样 在人生的谷底徘徊的人 甚至一度降低了自杀率 所以希望此刻的你不要放弃 不要绝望 不要想着一了百了 在未来的时空 我也会是这首歌的粉丝之一 我一直都记得这首歌的歌词 我现在已经写下来附在信件的后面了 《烦恼由同》2021年1月1日 所以这首歌的词是《烦恼由同》给她的 是这样 我呢从小在孤儿园上的 我是一个非常有音乐才华的一个人 但是呢我一直怀才不遇 我觉得作为音乐人的态度呢 就是要keep real 所以那些公司呢以前找过我 我都拒绝了他们 大概四年前我认识了我的女朋友 新女友 我就这么一个女朋友 因为我对于爱情同样的 就是说新女友是她的名字 她没有旧女友 对 新女友就是本身就叫新女友 这个新女友是个老女友 这个老女友也就是我唯一的女朋友 老女友 新老女友 对就新老女友 哪有人用老形容女友的 就过去前女 只能用老来形容婆 也太形容公 这个新女友是我的县女友 她就一直鼓励我 她是一个特别温暖 特别懂我 特别关心我的一个人 所以对我来说 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这么一个人 关于那个专辑的事情呢 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 所以我就把我的爱子每次写出一首歌 每年给她做一张专辑 装作我们的定情信物 在三年前 我开始有了一个音乐灵感 然后我顺着这个灵感 呕心沥血地呕出了一首歌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旋律对不对 对 词曲指引天上游 人间哪得己 但是我只呕出了这个旋律 没有呕出这个歌词 因为我是觉得我这么难写出来一首歌 就是说必须得配上上好的歌词 才能搭配它 2020年的12月25日 我是跟女朋友吵架 女朋友突然跟我发消息说 我听够了你的抱怨 我们分开一段时间 她这个分开不是分手的意思 就我们先暂时一段时间不见面 让我们都彼此冷静一下 放缓劲 对 放缓劲 我非常的伤心 我到家中呢 我突然就发现 家中的地图上 女朋友拿笔圈出来了一个地方 叫忘忧镇 因为我跟我女朋友 以前经常会来这个地方度假 有一些我非常美好的回忆 然后本来我心情都会不好 然后我就在12月29号 我又来到这个镇上 我就想找我女朋友 然后顺便是 你放松一下 对 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 我来了之后 我突然想到了 油桶这么个事情 我听说这个信 它寄出去 还能解决你的烦恼 我就把我对于事业上的 所有一些坎坷 还有音乐上的 遇到的一些烦恼 包括我 我有一首歌 写不出来歌词的这个事情 我就写到了一封信 然后这个信封外面 我画了一个音符 然后我扔进了那个油桶 然后呢 1月1日的时候 也就过了三天 果不其然 我收到了回信 就在油桶旁边的牛奶箱里 我打开之后 果然就收到了 来自未来我的歌迷 我一看这歌词 写得好 写得跟我的音乐是绝配 他也说了 这首歌词 是我在未来的时候写出来的 反正我未来我也要写出来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就现在填上 果不其然 我填上的时候 一炮而火 这首歌 所以呢 我就觉得这个油桶 它有神秘的力量 所以我当时我就怀疑 这油桶 它可能就是一时光机 我觉得就是未来的自己 1月7号的时候 我突然得到女朋友的死讯 我非常震惊 打捞尸体人的人 说她是投海自尽 但是我不相信 因为我女朋友 大家也看到她是一个 非常极其乐观很暖的一个人 我在想她不可能投海自尽 但我又找不出别的死因 我把她埋葬在了忘忧镇 然后我就回到了M市她的住址 然后我就发现了她的遗物 就这两张照片加这一个小白船 我也觉得非常的疑惑 因为这个确实是我女朋友 我只是在想 谁会在大半夜拍一张照片 自己再剪头发给她 你女朋友死了 这身上是不是有红色半圆弧的印记 是确实说有 好 而这个戴眼镜的男生就是真老板本人 这个真记叫做一真即死 若注射则立刻致人死亡 若口服十分钟起效致人死亡 注射和口服身体上都会留下 红色半圆弧的印记 也就是说她不但知道她女朋友的死因 而且她知道这个死因是跟真老板有关系的 在1月22号的时候 我的歌发布了 我一夜之间爆火 1月25号的时候 我就再次来到老公邮诊 来女朋友的地方 想要亲自把这个事情告诉她 同时我想寄一封信 因为我很好奇我的女朋友是怎么死的 所以我就问了这个油桶 我女朋友是怎么死的 但是我在寄完信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熟悉的音乐声 就是你新写的那首歌 那个音乐跟听到的MV的音乐不是一个音乐 因为这个音乐是我的出版 刚刚那个音它是一个走调的版本 我就发现是真老板那传出来的 我非常好奇 于是当天我趁她不注意 我就把这八音盒拿走 然后我就发现了这个八音盒上写的几个字 新女友 1月7号死亡 我怀疑真老板是 跟我女朋友的死有关系 对对对对 于是我就继续蹲守 蹲到27号的时候呢 我也收到了 油气筒的回信 你现在知道成功并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 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快乐 请回信 烦恼由同 2021年1月27日 而这个语气跟之前 那么鼓励她说你这么做你就一定会火的 那个语气特别不一样 这封是我第二次寄信之后收到的回信 我觉得讲的流传不对马嘴 然后这封信除了这个内容之外 还附了一张小白船 那小白船拆完之后 就有那个恶魔的照片 但是我要继续蹲真老板 所以我没有回 我在蹲她的当天 1月27号的时候 大概是晚上8点左右 我一直蹲在杂货布外面 我就看到她拿了一个注射器 然后我就赶紧拍了张照片 把注射器放大之后 上面就写着一针即死毒药 而且她写的是 这个毒药被毒死的人 身上留下红色半圆弧印记 这个时候我就确认 我的女朋友就是真老板杀死了 这就是我的全部动机 我打开了真老板的电脑 好 在这个电脑里面有一段音频 2018年作业提交 2018年作业提交 我最喜欢的歌 是母亲为我唱过的 母亲为我唱过的 小白船 小白船 然后她就开始 从头到尾唱了一遍毛骨 是刚才我唱的这个吗 对 我最后补充一个小的信息 就是我在公共区域 看到了一个就是游客打卡处 每一个照片都有一些时间点 最晚这个有到22点35 因为有太多人的故事没出来 然后我今天的直觉是 大彩蛋 你怎么突然说我 因为我是个彩蛋 所以一定要弄着我 是不是 萨老师 那个MV我真的赢了 真的画质极漂亮 你看 我没有想到是用这样的技术拍的 我以为我想说这是大片啊 OPPO Reno5系列幻彩人像视频 居然把你拍出了盛世美颜的感觉 不是真的像那种柔的那种 就但是光芒又遮挡不住 就是把人拍的熠熠生辉 如星光一般 但是又柔和的让你内心 仿佛抹了一层蜜糖 其实本人就很一般嘛 哎我不管我靠才华 不靠零 这靠才华 那接下来就是星光熠熠的新音乐 来 其实我这边有重大发现 大家请看这张照片 非常的诡异 太恐怖了 他这个画跟刚才传里那个 有点异曲同工之处 暗黑系 对那个画法 还有这一张照片 一共有三张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你那么明媚的蛋上面 咱们都是一样的 刚才就说过了 我们都不是真正快乐的人 快乐都是我们的表面 都是 而且你看啊 在他的这个画的下面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署名 是一个流着泪的大彩蛋 但是这个大彩蛋画的 你可以自己品味一下 就是他的签名和他的画风 特别特别的不符 这说明这是一个画作的剽窃案 你们这帮人 我的一生就是被你们这帮人说成这样的 我为什么会心里心里堵 看哪都烦 这是我的 我才明白 还说成真的了 不是这故事 不是这故事 你们都是乐评人吧 都是啊 你们都那么讨厌 行 然后你接着接着说 我才能说这事呢 我在他的柜子里发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电脑上面呢 有密码 那他底下提示是十个数字 十个数字 我想什么是十个数字 找遍你的房间没找到 但是我这时候注意到 他头像上画的是一个兔子 那个鸭蛋摊上那个兔子 我把那个兔子拿过来 我就发现兔子的耳朵上有一个按钮 我按完这个按钮之后 你剪 那个兔子 的艺术 这个小白船 算了 把它变成数字 快 拉 都洗 你都洗一洗吧 当我来我珍惜 我仔细的一品 SOLASO MI SO MIRADOSO 刚好是十个音 也就是 5 6 5 3 5 3 2 1 5 我没错几个 也没错几个 也没对几个 好 我输进去了 果然就把电脑打开了 行了 这个电脑打开了之后 里面有一个芒果聊 大才大在06年的1月31号 给邻居阿姨一发 邻居阿姨 你好 我是好漫画的小孩 当时跟了爸爸 去了国外的老二 大彩蛋 好漫画 好漫画 我听说我妈妈 大哥和弟弟 在忘忧镇的海边 遭遇了传难 我悲痛欲绝 想和你打听一下 当时的情况 然后这个不重要的邻居 就回了一下 你爸爸妈妈离婚后 你妈妈一直情绪不佳 状态不是很好 但就在前一阵子 你妈妈突然状态变好了 笑容也多了 当时你妈妈把房子卖了 还送了很多名牌包包 名贵首饰给我们 你妈妈还买了 美美的白色长裙给自己 我们都猜到她 是找到了好男人要改嫁了 没有想到 1月28日就传出了 他们在忘忧镇附近的海边 死去的消息 其实刚才邻居说的这种状况 可以做两种解读 一种解读是找到了真爱 马上要过幸福生活 一种解读是 她妈妈准备彻底解脱 房子也卖了 好东西都送了 然后买了漂亮的礼服 准备 因为她是我妈妈的方式 去结束这个 不能把自己孩子的 这倒也是太残忍了 然后呢 我妈妈唯一给我留下来 可以想妈妈的一个东西 就是那个兔子 兔子里面有首歌 兔子有首歌 因为那个小时候 是我睡觉的时候 然后她每回都给我唱一首歌 所以真老板是你弟弟 没有真老板是我弟弟 真老板有一个信号 说是她妈妈 经常给她唱小白传 真老板是我弟弟 有可能 她弟弟跟妈妈 不是遇难了吗 遇难了对吧 只是传出了他们在 忘忧镇附近海边 死去的消息 没有确切的证据 目前没有确认 你现在多少岁 我现在27岁 当年是我爸跟我 我们俩是10岁走的 我哥哥比我大三岁 我弟弟他怎么样 你他怎么着 比我小七岁 你今年27 我27 所以哥哥应该30 弟弟该20 所以真老板正好事是吗 真老板不知道多少岁 但是你得叫我哥 快叫哥 你 哥 你是我哥 你真的是我哥 我不知道 我合理推测 为什么呢 因为下张照片 我在他的床旁边的柜子下面 找到了一个箱子 然后箱子上面有一幅画 应该是一个全家伙 因为上面有一个弹钢琴的 然后上面写着大哥 然后底下就是大彩蛋 然后这边那个小弟 这边写着个妈妈 哥哥在弹钢琴 对 哥哥在弹钢琴 所以你以为他 所以我猜测 我有可能是他哥哥 你多大 我三十岁 我刚好比他大三岁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要说到一个 我不为人知的往事 我十五岁的时候我失忆了 我是十岁 我爸爸带我走的 你十岁的时候他是十三 十三岁 那差不多 然后孤儿院的人告诉我 我从小就在这个孤儿院长大 所以我盲钢琴 我可能是你的哥哥 应该是 所以我让你叫我哥 OK 哥 那谁是我弟弟 这里有二十岁的 我二十岁 这个是个密码箱 我就说了好漫画 这个密码竖进去 开了 还真是 好漫画的小孩 好漫画 看了里面紧接着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东西 这不是就是那个小白船里的那个 那个Demon 对 对 他说的是 你不快乐 跟我走吧 这个下面署名是好漫画 2009年12月1日 一口老鞋 这是我的外婆 啊 好 这是你的外婆 给我的盒 好 盒里头有了我妈妈的这个手稿 这是我 这是我妈画的 因为我回来调查 我先没有来到这个镇 我先去找我的外婆 我外婆给了我这个盒 就是妈妈的一堆手稿 有变得快乐的画吗 没有 它在箱子里 还有大家熟悉的小白船 当然 因为我之前收到那个信里面画了一个Demon 对吧 我把它拆开了 所以我把这个所有的小白船拆开了 发现并没有任何的画作 也就是空的小白船 因为这是纯洁的小白船 这是Pure白 Pure船 这边也有一张照片 我感觉可能是她妈妈 什么感觉 就是你妈妈 当然 Course 后边那个红的 不是 前面那个女的是我妈妈 对 她对着镜子拍了 然后后面画了一个Demon 然后这个我说到的时候 非常之惊讶 因为我妈妈那个嘴唇 小丑 也画的是那种红 就是感觉这个人已经癫狂了 口恋女 崩溃了 对 就是那种 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是 可能被一种邪恶的力量 或者什么东西 控制了 对 要不然她以前很快乐 她为什么会突然间就开始 画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而且她以前是长头发 她以前是一个很文雅的女孩 然后突然就给剪了之后 跟你剪头似的 所以你女朋友可能也是 被同样的一股的一种 恶 就莫名其妙的一种 一股 一种神秘的力量 不祥之杖 然后呢 我在大彩蛋呢 模仿她妈妈画的那种画后面 发现了两张照片 这两张照片呢 是2021年1月27号拍的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 前一天呢 分别是在晚上10点 和晚上10点05拍的 她的第一张照片呢 是一本书 《杀手回忆录》 然后下面标注了一行字 我终于知道真相了 下面那张照片 熟悉的那根针 观察一下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 上面插着钥匙 哦 因为我也是当天发现的 我是当天八点的时候 发现真老板的那个针 我想知道 就这个钥匙是你打开的 说说吧 我终于发现了 真相是怎么回事 因为她那个蛋 一直比我生意好 后来呢 我想去偷她的食谱 对 我翻 我翻着了那根针 为什么刚才她打开 你们给我看那根针 上面写着半圆 红色半圆印 是因为我的外婆之前跟我说 我的妈妈之前被打刀上来的时候 她的身上也有 那个红色半圆的印记 然后呢 这时候恰巧我又看见了 她有一本书 就是这个杀人的这个 杀手回忆录 回忆录 那我觉得肯定是她杀的呀 然后我就给她写的 我终于知道这事怎么回事了 类似这样一句话 她的杀鸡就这样形成了 对啊 看都跟这个针有关系 好了 对 因为她那个针 她那个针就会一段完成 你怀疑谁 我 我 我现在我不能提出怀疑 因为我还没有听完 所以我也不知道 如果现在让我现在怀疑 那只能排除我 我怀疑 彩蛋 彩蛋 有俩菜蛋 到我了 好好说 好好说 好好表现 给咱们家争点脸 首先我去的是 何必校的房间 我翻到的是一张报纸 标题是一到十二点 就狂作的猛男 用风言风语 逼走所有人 近期有一个姓何的朋友 得了一种人称叫 猛男落泪症 这个人一到十二点 就开始准时地落泪 准时地矫情 比如说 他对着大海说 为什么 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而眼泪也是咸的 我看你是咸的 咸的吗 咸的够呛 才会说这种话 比如说到十二点 他对着花说 向日葵呀 向日葵 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 你要怎么度过 这个时候 花就会枯萎 那没挂嘴了就 这个就叫 猛男落泪症 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是怎么得的这个病 因为我在十五年前 忘忧镇附近的海里面 因为一场海难溺水 我被捞起来之后 我虽然解回了一条命 但是我失忆了 我是被忘忧镇的人收养的 然后在这里等于是吃白家饭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不记得有小白船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身世吧导致我很难快乐 难怪你在报纸上自己写上了为什么 我就是控制不了我自己 然后第二章是一个 N54的截图 其中有一个你跟你队友的对话 何必笑说 我和朋友没头脑 在忘忧镇旅行呢 我们打算在这里的忘忧杂货铺打工住下来 然后我发现你的房间其实是有两张床的 然后进去之后是有两幅画 一个是没头脑 一个是不高兴 进去之后是有两本相册的 这是一个洞的 什么东西啊 一本属于没头脑 一本属于不高兴 我们先看不高兴的相册 它有超强的治愈能力 能治愈我的猛男落泪症 是什么让我头疼至极 疯狂呕吐 难道是无尽的悲伤 无声的抽气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跟他说 明明是今天晚上吃的螺蛳粉 奶茶和冰淇淋 同样他又跟这个人说 是什么让我泪湿了枕头 你能不能用我的那种真挚 很难过的表情说 是什么 泪湿了我的枕头 你刚才那个嫌弃的表情 我接受不了了 我很嫌弃你对我的嫌弃 那你来一个你给我示范一下 是什么让我泪湿了我的枕头 满湿泪水的枕头 藏满了我悲伤的心情 没很好的回忆 明明就是你的口水 就是这个人一直在正常的 帮你缓解你这种 莫名其妙的情绪 就是我被全世界孤立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梅头脑 我是跟他一起才来到了 网友圈住在一起 在这个杂货铺打工 他几乎跟我有一模一样的经历 也是在15年前 他遇到了海难溺水了 他也是在15年前失忆了 但是他跟我不一样的就是 我在那件事情之后 我对所有这个世界的反馈 都是悲观的 我找不到快乐的理由 可是他就像是一缕阳光 他永远在我不高兴的 那些情绪背后 一针见血的指出 其实没有什么值得不高兴 而且因为有了他的存在 我每过12点 就猛男落泪的症状好了很多 我不开心的时间变短了 我能睡着的时间变多了 而且我溺水的那一天 我依稀模糊的记忆当中 我身边有一个 跟我差不多大的孩子 差不多我觉得就是他 所以你不是在某一天 突然遇到这个孩子的 而是你的印象中 他就是和你从海难的那一天开始 就在一块吗 下一张证据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这张照片的分别是 一张船票和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是一个女人 穿着白色的裙子 旁边有一个小孩大一点 有两个小孩小一点 然后这边是一个船票 那有15年的时间了 购买者是姓好的女士 这是我妈呀 赶紧你妈叫什么来着 这妈叫好漫画 看看她妈 哪个是你 这张照片上面还有一张一行字 你有等过一个人 从满心欢喜到满目苍蝇 你有过这种感觉吗 从充满希望到彻底绝望 然后船票上面写的是三个人 但实际上那边的照片里面有四个人 《梅头脑》它说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烦恼的根源也好 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世 所以《梅头脑》跟我建议说 不高兴要不咱们就去找我们的家人吧 我们看看到底我们15年前 我们失忆 或者在溺水的那个事情当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让我们突然 我们有了一个希望 直到后来我们找到了线索 你看到那个是监控录像 就是在2006年的1月28号 然后在中途的时候 我的好朋友 他也上了船 因为这个背包 这就是《梅头脑》本人的背包 所以我这几个人能对应上 15岁的儿子和5岁的小儿子 这个女士是好女士 就是我的妈妈 和我的好朋友 跟着一起上船的《梅头脑》 但是不幸的是 那艘船遇到了海难 可是人们只打捞上来 白鱼女子的尸体 然后当时是孩子们的尸体没有找到 别以为我们都死了 对 那下一张照片 一个是流着血的浴缸 一个是同样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有四个人 前面是妈妈带着一个大一点的小孩 后面是另外一个小孩 带着背蓝书包的小孩 背蓝书包的应该就是她的好朋友 对 上面写的是 曾经我也想一了百了 谢谢你救我 就后来我病就又中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我满怀欣喜地 想要找到这个答案 结果是我最爱的妈妈 就是已经不再人世了 之后我就病情更加重了 我是在网上看到这张照片 想过一了百了 但是当我要动手的时候 眉头脑冲进来制止了我 好 那我们再看看眉头脑的相册 这个我没看过它的 它的第一章是 从今以后我照你 这是眉头脑对不高兴说的 我哪有什么治愈能力 我的要就是陪伴和理解 因为它的痛苦并不是异想出来的 它是病了 那些看似无理取闹的举动 听起来极其多愁善感的话 都是它无法控制情绪的表现 所以我会一直陪在它身边 做它的小太阳 第二个是 抑郁的反面是活力 加油吧 好男儿 是你们两个一起往前跑的照片 第三个是 这个带血的浴缸 它打了一个叉 然后说 一定不要错过它们最后的求救 因为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病症 自杀是可以预防的悲剧 不要多看负面的东西 把他老袋帮他解忧 另外一个事情 是我发现的一个录音笔和一张纸条 何必笑 我发现了真老板的秘密 现在我去找证据了 如果我回不来了 你一定要离开 忘忧杂货铺 2021年1月28日 事发的头一天 27号的时候 眉头脑说他不高兴 他好像和真老板发生了一些口角 嗯 然后我问他发生什么事 他就是说这些事情 跟镇上的神秘传说有关 我就想说 不就是这个烦恼油桶吗 这个有什么好值得争吵的呢 结果当天晚上 这是27号晚上 眉头脑一直没回来睡觉 27号晚上就没回来了 对 他就没回来睡觉 然后我一整晚就辗转反侧 然后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是头是从90度角起来的 所以我为什么今天要去找你按摩 就是因为我落枕了 然后我起来的时候 在我枕头底下发现了 没头脑给我留的这个纸条 然后录音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是什么 你快说啊 你为什么要害死的那些人 他们就是因你而死的 你就是杀人凶手 没可能 听到你 你很可能 所以 只有死亡 才是你最好的贵叔 你是个疯子 我一定会去 制报你的 哼 不用的 我 好紧 只要我和这 没有人可以救你的 要不 我只要不要 这晚上 就是你等下死亡的时刻 你放心 我会让你开心的 你看这个世界的 爸 你放开我 这是今天早上8点 因为我看到那个 抽脑 和我留的那种 抽药 然后看到马 第一次我就前进了 这个 真老板的旁边 结果没想到 在他的柜子旁边的 那个角落里面 我找到这个录音笔 放完之后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惊 就觉得原来 真老板要对 我的好朋友下手 所以我就想要杀掉他 来保护我的朋友 这是他的杀人动机 侦探 侦探 你以为三兄弟的故事很精彩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故事 来 我告诉你 他的故事有多精彩 你先听第一段录音 他一直在我旁边搜尽 滋发乱喊 特别精彩 这是苏丹丹解配的应该是 寻找老公 寻找老公 皮肤黑 我怎么知道 刚撕头发 臭底鞋 好 这是我翻到他们家 有一个大喇叭 大喇叭里头 一放是这个东西 等于说他要找老公 对不对 对 你以为找完老公之后 他居然还要找儿子 这是他的寻子启事 小猩猩 男五岁 身高一百一十五公分 走失时 身穿白色衬衫 上衣 米灰色裤子 身背蓝色小书帽 这个是不是那谁啊 没从哪 好 吴云吻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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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06年1月28日 在忘忧镇走失 失联至今 鲁有知情者 请联系重金投谢吴女士 最后写了一句话叫做 就算再难再久 也不会放弃寻找你 她是她的妈妈 寻亲的妈妈 对 对 是这样的 我曾经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 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 我还有个可爱的孩子 然后我们每年都会去忘忧镇 去泡温泉 然后有一年我就跟我五岁的儿子 小猩猩和我老公一起去 然后我的儿子他就交到了新的朋友 他就跟我说 妈妈妈妈我想找我新的朋友 去玩一会儿 我说那你去吧 那妈妈不跟你去了 但是他就是一去不复返 这个是在06年的时候 然后我跟我的老公就伤心欲绝 我们俩就说不行 一定要把孩子找出来 我们就在镇上开始找 怎么找也找不出来 我老公说一定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我要走出这个镇 我到外边去找 结果老公一去不复返 这样就只剩下我自己了 我很难过 可是我不能放弃 那是 所以我就开始了找我老公 找我孩子的这个艰难的旅程 您这前面的故事已经说完了 对不对 对 更多精彩继续 那么220 为什么老有这种下节精彩 你是前方高能吗 你是个弹幕吗 好的 欢迎回来 精彩继续 2006年4月4日 今天我在父母的建议下 搬到了新家 父母说换个环境可以让我换个心情 不再整天以泪洗面 可是新家的环境呢 并不是很好 这里包租婆老是搞卫生 搞的大楼里总是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 周围的邻居们也总是大喊大叫 吵闹不堪 我和父母说我不想住这儿了 但是我父母说特别地适合我 而且我已经一口气给你交了十几年的房租 这是去哪儿了 因为我孩子老公丢了之后吧 我其实 浑浑饿饿 对 就是有一些不太清醒 我只知道我老公孩子我要找到他这个事情 所以我被我父母安排到了一个新家里 坚持在那里住了十四年 天哪 你住的时候就没有找了 等于 一直在找 我没有放弃过我的希望 我从头到尾都坚信我的孩子会回来 你就是说那是一个密度极高的公寓吧 反正就是那个地方经常就是有人大喊大叫 经常有人狂叫 也就是说每天你在住的地方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对吗 说我这些问题你不要问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住在那里 然后我去找我的亲人 你以为刚才很精彩对不对 后边才是真正的开始 各位准备 儿子 是你吗 儿子 你还记得我们的秘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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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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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号呀 上面写的是 2021年的1月3号的4点44分 夜里 你为什么通过闪烁的灯就可以跟你的儿子对话呢 是这样的 我得到了一位高人的指点 他说呢 在3号的晚上4点44分 我的儿子会隔空回来找我 虽然说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有一点荒唐 但是 我觉得有一丝希望我都不能放过 所以 在那天的4点44分 我事先把手机放到了我的房间里 因为我想录下这一切 万一我的孩子真的回来了 这个时候 房间的灯光就开始突然的闪烁 我也是被吓到了 然后我就开始大喊大叫 我突然间想到 对对对 高人跟我讲说 我的孩子回来了 我就对着那堆闪烁的灯 我说 小星星是你吗 这堆灯就开始急速地闪烁 就像你跟别人对话 别人会回答你一样 他说是的是的 就是那种感觉 我就继续问他 我说小星星你记不记得 你小的时候很喜欢听妈妈唱的那首啦啦歌 如果你会唱的话 你就把这个歌唱给妈妈听 我说完之后 真的就传来了 只有你跟儿子才知道 他就是我的孩子 因为这是我们的暗号 然后我又问他 我说小星星妈妈相信是你 那么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你是安全的吗 如果你是安全的 你就闪烁三下 然后这个灯就闪了三下 之后就没有消息了 那么下面进入五讲问答时间 他刚才说的这位高人 A是我的爸爸 B是烦恼邮箱 C是姚明 请选择 你的爸爸 是烦恼邮箱 把烦恼邮箱给的他第一封回信 上面写的是 烦恼邮箱 我是来自未来的时间旅行者 在未来 我看到你 从无人爱 变成了友人爱 或许有一天 你的孩子跟老公 都会回到你的身边 请你一定 不要丧失希望 这是烦恼邮箱给的回信 是2021年的1月2号 但是当天 又给他回了一封信 是说无人爱 明天凌晨的4点44分 如果你的房间里 发生了什么异常 你千万不要害怕 因为那是你的儿子 在给你传递信号 到时候 你就会相信我的话了 是这样的 在一年前 我终于精神状态和体力 好了一些 于是我就继续寻找我的孩子 回到 然后我就听说 这个解忧镇上 有一个很神奇的信箱 它可以解答你的疑惑 那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我就于2021年的1月1号 我来到了忘忧镇 然后我就给信箱里写了封信 想问他 我的老公和我的孩子 到底在哪儿 很幸运的是 他在2号就给我回信了 他就像刚才他说的一样 我会找到我的儿子 我也会见到我的老公 让我不要放弃 但说实话 我收到这封信 我是不信的 然后呢 我又给他回了一封 我说 我承受不了再多的打击了 如果是的话 你就告诉我 哪怕我孩子一点点信息 他在哪里 他是不是还活着 我都满足 但是他很快又告诉我说 在3号的凌晨4点44分 我的儿子就会找我 然后就发生了刚才那一幕 水光潮来啦 同学们 1月5号的13点14 就是一生一世这个时间 你会在转角处遇见你的真爱 你的意中人 身披搓澡马甲 脚踏七彩目击 是的 他戴着薄荷野菊花香薰的 九九九爆珠口罩来见你 每次相逢都是久别同逢 每次缘分都是来之无益 希望为你们珍惜当下 过好未来的每一天 温馨提示 请不要和他提及任何过去的事情 不然你的爱就会消失 这个是我收到的一封信 就说我会遇到我的老公 但是因为我的情绪很差 我真的不记得我老公长什么样子了 然后他就给我描述 你穿这个马甲 穿这双鞋 然后这个人 他一出现的话 他就是我的老公 风流倜傥吧 然后呢 这有一个 但是他圈出来了说 来自未来的人就是他 然后这边是那个真 今天的死者 那直接写了 他是我最后的提望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要让他活着 帮我找到儿子 哪怕是杀掉 威胁他的真老板 来自未来的人就是他 是这样的 我跟我老公重逢之后 我就觉得我要把我的孩子找到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镇上 安顿了下来 我就天天在那个油桶旁边蹲着 我就觉得 我一定能看到 这个油箱背后 他到底是谁在经营 然后1月27号的时候 我终于发现了这个杂货铺的真老板 从油箱里面拿出了信 那么我就觉得是他在经营 我就跟着他来到了杂货铺 我问他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他说不是 并把我赶出了杂货铺 然后当时我就不信 我就说我一定要等到这个结果 于是 在28号的凌晨4点左右 我忽然发现 这个杂货铺里边 出现了激烈的争吵的声音 其中的一个就是真老板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电源没头脑 那么除了刚才那段录音 是他们的对话之外 之前还有一句话 录音没有提到 真老板说 我雇你来 不是让你给那些绝望的人寄信的 我不会再允许你给他们所谓的希望 然后就是后来接的那些录音 所有正面的回信 应该是没头脑回的 但所有那些 搞事件的 对 就是真老板是吧 应该是真老板 没头脑是我唯一的希望 他能连接我跟我的孩子 那我要保护他 而真老板要伤害你 因为你也听到了 明天我就会让你快乐的死去那一段 对 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没头脑 所有正面的回信 应该是没头脑 没头脑是我唯一的希望 还有一个我刚才的一个疑惑 我想问一下何必笑 所有没头脑的东西没有照片 全都是漫画画和字 对 我们有合影 照片上永远是背影 可是照片上是四个 三个小孩吧 但照片上是 背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他也有可能是 他是双图人格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但是从我这边得到的信息来讲 家里有两张床 有两个柜子 而且包括 我们俩是真实的在那打工的 他也真实的拍到了 这两个人对话的场景啊 刚才那张照片 所以我不觉得 那张片也是个背影 好 今天这一案是不是信息量 这也忒大了吧 我感觉每个人故事都讲了 没有 你没发现萨老师没有故事吗 因为你们都不愿意去萨老师那儿 只有我 我去了洒洒水的房间 他的房间 泡脚的那个拖鞋里面 泡脚的拖鞋 像雨穴一样的那个泡脚 不是泡过的水吗 我的手不能要了 来来来来来 我泡完以后的水 你把手伸进去只掏钥匙了 对 我都觉得 你现在痒吗 有一个钥匙 然后钥匙打开了他自己办公的柜子 然后柜子里面放了七彩拖鞋 然后还摆了一个无人爱的照片 他说爱的初体验 简直爱疯了 爱的初体验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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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我们这时候应该来到桑板 来来来来来来 Action 当当当你要离开我 当地当当当当当 你能搞住我 蹦蹦蹦蹦蹦蹦 不要当当当 我给你投票六级以来最游异的画面吧 我没想要配合 哈哈哈哈哈哈 你俩感觉是一对感觉 他有一个披着五彩的搓澡马甲 搓澡金的深处有一封信 我是来自蔚来的时间旅行者 针对你的烦恼 为你送上一份私人定制的书单 请你看完书之后 明天13点14分 身披搓澡马甲 脚踏七彩木鸡 戴着野菊花的口罩 闪亮出街 你便能够转角遇到爱 偷偷的透露给你 这次是从结婚开始恋爱 一步到位的真爱 敬请期待吧 温馨提示 你的真爱有一段心碎的往事 不要提及过去刺激他 请你珍惜当下 专心相爱 你不是我老公 给我描述 你穿这个马甲 穿这双鞋 然后这个人 他一出现的话 他就是我的老公 没没没没 他都哼哼哼哼哼哼哼 你们是有头夫妻 怪不得你们那么油腻 这个是特别爱我的那个老公 这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你慢点啊 蒂华 来我特别以他为骄傲 郭力行 嗨 老婆 嗨 哦 你是不是给那个烦恼油桶写过信 想要寻找爱 我写了一封信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一直非常倾慕的对象 但是他比较大两岁 他就比较大了 每次看到他神采飞扬的出现在我面前 我的那种心慌啊 那种那种迷乱呢 那种那种那种冲动的那种 火山爆发一般 真的你还挺吗 我烧不了了 突然有一天 他从我生活里消失了 诶 所以我就特别痛苦 但是我没有办法呀 因为我是一个一直以来 就只生活在一个枣盆那么大的小圈子里的人 但突然有一天就是我跟你说那故事 有一个客人错完之后 就不在了 就不在了 我就突然醒悟了 我说人生不能这样 你要错过多少真爱 你才学会后悔 然后看到了一个传单 上面写着 把你的忧愁写进去 你会得到指引 所以2021年1月1日 我来到了网友阵 我下了车 直奔那个油桶 就写那封信 我来到了网友阵 被骗了 我那封信里就说得很清楚 其实我有一个心里一直放不下的初恋 他的名字叫无人爱 虽然他叫无人爱 但他一直有人爱 就是 他积极乐观 他就是我内心的小太阳 他给了我全部的能量 他照亮我未来人生的方向 太恶心了 听不下 还有一句你想听吗 还有一句是 他在我心中纯净的 没有一点泥垢 搓 搓不出一丁点泥垢 和脚皮 快去我 但年少分别后 我再也没见过他 不知此生是否还有机会 和他重复 烦恼油箱 可否给我一些指引 我不想像一个姓白的人那样 祝孤生 然后最后还给白白打了个call 白祝孤生 给油箱写信 马上离婚 离不了了 怎么离不了 我给姓香请求的是 我要的是一辈子的真爱 离不了了 要么就死 死去 现在就去 哇 这么决绝啊 现在 宁死不从 好 然后三天以后得到了这封回信 上面就写着 让我搭扮成这个鬼样子 然后去转角出 你看到他的时候觉得眼熟吗 不是眼熟 我一眼就知道 那就是他 他就是我喜欢的那个姑娘 然后呢发现了他的工作电脑 这里面有一个邮件 在2021年的1月10号 嘿嘿嘿侦探社 撒撒水先生 我们在您的要求下 调查了无仁爱女士 她确实呢有一段 没事没事 心碎的往事 不听不听不听 15年前 无仁爱的儿子 在一场传难中去世 同时他的老公抛弃了她 重重打击之下 没有没有没有 无仁爱患上了 选择性的失忆症 然后住进了疗养院 哎哎哎哎哎哎 在一年前 他从疗养院逃跑了 对嘛就是住住了十几年房的那个店 之后不变了踪影 我帮您问了疗养院的工作人员 只要不刺激无人爱女士 她就一切正常 不影响日常的生活 我所有一切被你们毁了 这个地方经常就是有人大喊大叫 经常有人狂叫 而且我已经一口气给你交了十几年的房租 我这些问题你不要问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住在那里 我从头到尾都坚信我的孩子会回来 你现在刺激了 马上大家躲远点啊 他刺激了刺激 变身了 都变身了 我再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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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四岁 这个人把四岁折断 你看我幸亏离开这个座位了 要不刚才就折断 四岁折断 你可以撕碎 但请千万不要折断 我负全责 我告诉你 这个小伙子 哎呀 然后 还发现了一些博客 有一个传闻听我的的人 在2010年的1月28号发了这么一条博客 在风景优美的忘忧镇上有一个烦恼邮箱 据说只要把这个信然后投进去烦恼 然后三天内呢就会有人从附近的这个牛奶箱里面得到神秘的回信 就可以解决这个烦恼 然后下面呢是有几条留言 第一条留言呢他回复说真的收到了回信 第二个留言的人呢没想到真的收到回信了 震惊 还附送了一个小白船 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个ID 叫做一个被剧本压垮的名针编剧 加带私货了 他说你们仔细看那个小白船了吗 上面有一个奇怪的符号 后面萨萨水他其实有私信这些人 私信 有三条私信 然后萨萨水就向这个人发了条私信 请问你收到信和小白船之后怎么样了 这个人就回复他说 我是他的妈妈 他收到了信和小白船之后不到两天就去世了 然后第二个留言的人呢 萨萨水就找他私信 就回复说我是他的室友 他收到了信和小白船之后两天不到他就去世了 然后第三个 对不起我是他的朋友 他收到了信和小白船之后两天内就去世了 然后呢我又在萨萨水发现了有两封信 第一封信封上面是一个那个搓澡金的 然后上面写着 你现在知道爱情并不会让你得到真正的快乐 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快乐请回信 烨脑邮箱2021年的1月27日 还有一封信 上面贴了一个星星的标志 那是我的吗 你现在知道爱情并不会弥补失去亲人的痛苦 如果你想得到真正的快乐请回信 烨脑邮箱2021年1月27日 这个信还附赠小白船对吧 有小白船 你接了他的信是吗 你知道有这封回信吗 我不知道 那就对了 那就太好了 我呢 也是无意当中 在我俩住在一块的时候 看到了他手机里的那段视频 他对着这个灯 说出的那一段话 能让我大约感觉到 他和孩子是离散了 离散了 那种一个母亲的这种 撕心裂肺的痛 使得我决心要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所以我给侦探社发了这个消息 就是让他帮我查这个事 侦探社就回复说 就是让我绝对不要刺激到他 就是他以为的那些故事 其实 其实在现实中 不是这样 是哪样 你那个老公 不要我了 跑 他承受不了这一切 孩子呢 是在传难中 现在我们知道 应该没有死 但是你得到的消息是 孩子在传难中 离世了 你的这个思维和逻辑 以及你的记忆 产生了一些混乱和 偏差 你就有了选择性的失忆症 明白了 我呀 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我下定了一个决心 此生此世 用你老公的身份 绝不戳穿这一切 好好呵护 为你挡风遮雨 我在下定这个决心之后 突然莫名其妙的 搓澡床位上收到了一封信 还有一艘小白船 我一打开这个小白船 发现里面那个 令人恐惧的头像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太奇巧了 因为完全不是我收到第一封信的时候 那种阳光明媚 充满温暖感动和鼓励的语气 变得极其冷酷自私 而且充满了嘲笑 甚至还有交换和交易 我决定不回这个信 而且我也决定搞清楚 这个小白船什么含义 我就在网上问 结果得到的这些回复 让我不寒而栗 所有收到了小白船的人 两天之内相继离世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 他也有一封回信 和小白船 在爱情这件事情上 你看到那封信的时候 你怕他受到伤害 受到刺激 你把那封信藏起来了 除了这两封信之外 还有三个空信封 是怎么回事 因为之前 给我的第一封回信里面 回信的人自称是一个 时间的旅行者 都是 对 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 这个搞鬼的时间旅行者是谁 我就偷偷地观察这个信箱 我发现它离得最近的 就是你们的杂货铺 所以我就偷偷溜进了杂货铺 我就发现你们杂货铺里 卖的这个信纸啊 什么信封啊 和这个油桶里发出来的信 非常相似 于是我潜入到 真老板的房间以后 发现了三只和我收到的 一模一样的空信封 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了 我现在认为 真老板就是那个时间旅行者 就是他的杀鸡 我必须要干掉他 保护我和我的爱人 好感动啊 我感动了 我感动了 你几点钟去的他家 2021年1月27日下午 案发前一天的下午 对 然后撒撒水说的那个手机 然后他光看到手机 但是他没有打回去这个电话 但是我把这个电话打回去了 第一个电话呢 是没有办法接通的 然后第二个电话打通了 是我们公司前台接的 哦 他说呢 真老板 你在我们这预约了晚上5点以后 一直到第二天 到0点 征兴英雄这个房 但是你为什么这么晚了还没来 真老板就说我没有预约呀 但是真回复他说我晚上10点钟会去 但他9点40就出了吗 然后前台还给我说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还有一个人打电话问前台 说真老板今天是不是预定了真心英雄这个房间 就是说这里面切成了三个人 一个帮他订的人 对 一个自己去了的真老板 还有一个想知道他有没有订的人 三个人 所以这个酒店的预定登记表上面写了一个 真老板17点以后一直没有出现 我已经电联他具体情况 等于说在我们酒店的人有可能看到这个 这件事 尤其是洒水水 你应该知道这件事 我补充一下真老板 哇在哪儿啊 这个老真是怎么个情况啊 翻过来看看 老板坐的右臂上有一个这样子 完全没看的话 然后最后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温泉的旁边 那棵树底下 发现了一针即死 这个针 然后还在针旁边 发现了一个被捏扁了的一次性的纸杯 就是说这一针之死 它是有两种死法 一种是注射而死 一种是口服而死 就是说现在也不确定 它到底是被注射了 还是口服的 口服是有什么症状来着 口服则是十分钟后起效 若注射即是立即死了 那我们就麻烦了 现在我们有两个人做了这件事情 一个是做了这个碳 一个是弄了这个针 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判断 它到底是因为针 还是因为那个碳 因为这两个迹象都表示了 一个指甲发黄 一个手上出现红色的扮演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偏向于它是一针即死有关系的 因为这好像是这一种就是仪式感 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 对 像他的新女友 然后还有你们的妈妈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嘛 还有一个最后我在探征房的门口发现了一堆碎的木板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有一些疑点 就是那个麻绳到底是干嘛用的 对吧 然后这个碎木板 还有到底是针在起作用 还是碳在起作用 嗯 对 然后为什么要有人用这个logo去 去恐吓 或者好像做一个诅咒的感觉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但是没头脑到底去哪儿吧 来吧 有点难啊 你比较偏向 那我现在我觉得更可能的是死于那个针 对 就像陈亚你刚刚说的 有一种报复性的感觉 首先知道这根针的人有谁 那当时的话是大 他说他去过老板的家 他妈妈死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印记的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新音乐 嗯 他也就是知道他的那个新女友 嗯 身上是有这个印记 而且他也去过老板的家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两个采用这个针的概率是最大的 嗯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肯定还会发现更多人是知道这个真的 所以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的情况 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 没有解开的谜题 嗯 确实 我说的有一种报复性的感觉 首先知道这根针的人有谁 啊 那当时的话是大 他说他去过老板的家 他妈妈死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印记的 还有的话就是这个新音乐 嗯 他也就是知道他的那个新女友 嗯 身上是有这个印记 而且他也去过老板的家 嗯 我觉得应该是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 嗯 然后目前我更怀疑的其实是大的 嗯 还是觉得那个有某个图案 嗯 目前是只有他知道的 性质的话应该是 是真老板寄出来的 那真老板为什么会运用这个 大的一个图案呢 嗯 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肯定还会发现 更多人是知道这个真的 所以我觉得还要看接下来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很多 没有解开的谜题 嗯 对 确实 那我们先投一下吧 好 也好的 我也觉得是大 但是我们两票都挂他会不会 萨盒5里面我挑一个 行 好吧 像 像 OK 也就你了 萨萨水和无人爱 我拖给萨了 好 我们再来一轮搜证吧 先去哪儿 先去哪儿 侦探 先去 有人 有人 有人来电 来了 哎 我来电话 不要 不可能 不是 她是我订了一个闹钟 我订了一个闹钟 说 真老板和老刘的电话没有拨通 三小时后我会重新电联 那现在就是 三小时了 他现在要再打一次 三小时后 三小时后再试一次 那我现在还能打通吗 通了 电话 这是有电话 有电话 有事 那这是真老板的电话 联系人是什么 联系人是多少 真老板 我十点零二打的电话 三小时之后就是 1点零二 1点零二 对 等会儿 怎么了 9点52 我设置的这个代办事项 当时你打给他 是9点52 但是他接电话 为什么是10点零二 他为什么有10分钟的差距 跟你的手机 是不是有人动了他的手机啊 你看 你那个电话当时他没接 显示的是22点零二分 但是你的电话 是9点52分 你们有10分钟的差距 有人动了他的手机 调过他的时间 把他的时间往后调了10分钟 往前吧 他快了10分钟 他的表被人调快了10分钟 为什么 Y 等于他9点40出发的时候 他以为已经9点50了 正好走 走到就刚好 就是有人想要利用这10分钟做这什么事情 10分钟 一是那个药起作用的时间 二是那个碳 第一阶段变黄支架的时间 所以大家想一想 这个条块他表的人是弄碳的人还是弄药的人 还有一点就是 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谁更有机会接触到他的手机 把他的手机往后调 10分钟 我们搜身吧 搜身吧 搜身吧 我身上没东西 没有 你呢 对 我没有 来 我来找这个 这里面有个手机 在淡灵 你看这有个手机 来吧 赶紧 怎么回事 前台 我给前台打过电话 所以你们怎么老是问重复的问题呢 下午的时候已经有人打电话问过我了 你为什么自学 你知道他吃了 因为今天我想给他弄死 你怎么知道他五点预约了除非你帮他预约的 他他他对他怎么会有预约等会啊 对 全台告诉我 我就是问他今天几点来 然后呢 我以为是五点钟来 你怎么以为的 你为什么以为他五点钟来 好嘞 等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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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我想想啊 然后我想我想想 我为什么会知道他五点钟来 你们你们 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对不对 八点钟我路过了前台 我看见那个单 那个单上写着他会来 我一看他没来 然后我就打一电话问问我说他怎么没来 然后他告诉我 那个老板会在十点钟来 然后我就准备十点钟去 你怎么弄死他 我我那个蛋 对 有一颗毒蛋 对 因为我刚才跟你们最开始的时候 也是每个人都发了一个蛋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其中有一个 是要是要给他的 就是你下了毒 对对对 我下了这个毒 然后呢 然后呢 又忘了 问题是什么呢 大红 问题是对 是这样的 后来那个 我不是 十点钟 我想下这手 然后后来我不碰见你们了 然后因为十点多人特别多 我就没有机会下 虽然我不是说 十点半之后 我就一直溜达 我就要等那个机会 他什么时候看见他 我给他那个 我要给他那个毒的毒的 你怎么知道他也是卖蛋的 他怎么会吃竞争对手的蛋呢 我伸给他 伸对 对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侦探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酷 这是几季以来我听到的最 最怎么了 震撼人心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侦探的基本素养吗 他是你的竞争对手 你凭什么有信心把你的蛋送给他 让他吃 他连一只已经快下下来 但是都得给他塞回去 他哪都不能 我只要我觉得 你凭什么不觉得他会把蛋 直接扔进脸上 只要工夫生贴不摸充单 只要有信心没有做成的事情 当时我就是要这么做 他就是这么想 但是能不能成功 就是另外 你就愣给他塞着脚 因为我没有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没有别的方法 明白吗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我只有 我能想到只有这个方法 好 我觉得我们继续去搜一下杂货铺的空间吧 好不好 走吧 这是什么 这 这 这里 有人进去过吗 这真的有个秘密空间 真有吗 这 哇 没头脑 没头脑在里面 那我怎么怎么打开它呀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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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手 直接把它撕开吧 不是 我觉得这个背板 这个贴的这个画 嗯 应该是可以撕开的吧 可以吗 可以撕开的 能吗 可以撕开的 可以撕开的 我有门 就是个门啊 哇哦 这里是一个门 朋友们 哪儿是个门啊 这里是个门 但是它被锁住了 你看 它是个门 从上面被扣住了 那也没有样了 来我从 哎 这有个遥控器 跨后壁是开关 哦 来了来了 开了 开了开了开了 开了 开了开了 有人吗 有人吗 来朋友们 人吗 你看你会画的 谁在画 被甩伤心到崩溃的人 死亡事件二零一零年二月一日 被负能量包围的人 死亡日期 被伤心到崩溃的人 自卑到无法救药的人 重度社交恐惧症患者 丧失希望的人 丧失生活热情的人 逃避现实的人 我们去表达的人 就他一个个的都有 他都把这些人 情绪无法控制 看这张画 太吓人了 好漫画死亡时间 2016年1月28日 我那么爱你 为什么你要抛弃我们 那我们先打开吧 就是这个可以看好漫画吗 这是我妈妈 看一下吧 我们先来看一眼 所以这个人是咱们妈妈是不是 这个人 为什么你要抛弃我们 对 我那么爱你 为什么要抛弃我 新女友 哪 这 都有 就是这样照片 八音阁 新音乐 有你的名字 有你的名字 但没有死亡 也有我的名字 他其实把我们都已经做好了 都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 但他没让我们死 对 这个人我希望我们为他默哀一分钟 一个被巨骨压垮的名针 名针编剧 不是 关键最头的就是你头发 他脱了 脱发对脱发了 没事 因为你的前途光明好吗 然后是 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伤心难过 请把手按在数字上三秒 看那张画 这有个四 是 这有个四是什么意思 请把手按在数字上三秒 放在四上面三秒 我真的是 我 我 我 哎 寻找小白传的游戏 一剪掉头发 凌晨十二点对着镜子为自己剪头发 二不要 不要惧怕血 凌晨十点四十四要发一张带血的图片 三 把自己清零删除 以前所有的社交状态 不与任何好友联系 四 收到小白船和地址了吗 收到请带上重要物品和一套 白色礼服 前往忘忧阵 五 将你最重要的物品投进 闻到油桶 然后你会收到一张 前往新世界的船票 六 深夜四点四十四 请自己使用小白船上的注射 注射即天亮时 你就能达到幸福的彼岸 这是洗脑 这个就是说 假装让你去更好的地方 以为就是可以解脱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谓 所以那几个人死了 其实就是自己自杀了 上面还有一页呢 嗯 上面还有一页呢 嗯 事实上根本没有真正的感动身受 没有人能够理解我们的痛苦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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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读这个 好 爸爸为什么我感受不到开心 为什么晚上会睡不着觉 你就是升学考试太紧张 小孩子有什么开心不开心 你是哥哥要做榜样 我感觉像被装进了一个玻璃罐 外面的世界虽然看得清清楚楚 但这一切与我无关 这是为什么呢 2003年 我快哭了 这出来都是我 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2005年 外婆 妈妈好像不开心 她有些奇怪 你妈妈想太多了 已经不愁吃穿 还有人帮忙照顾孩子要知足了 她不开心就是矫情 那么好的婚姻都作没了 现在还作呢 因为弟弟在酒店认识的小朋友 也跟上了小排船 所以我没有像母亲一样得到解脱 看来让我活着 就是为了帮助那些像我们 一样绝望的人 一样绝望的人 我们听一下这个 听一下 听一下 来吧 听一下 出事之后 出事之后 我就不再弹钢琴了 我来到忘忧镇 表面上是忘忧杂货铺老板 实际上是所有绝望之人的百度人 我的工作就是寻找绝望的人 让他们玩 寻找小白船游戏 将痛苦迷茫的他们送到彼岸 这 这是真的白船 我没有像母亲一样得到解脱 出事之后 我就不再弹钢琴了 上面有一个弹钢琴的大哥 他是我哥哥 就是真是你们的大哥 真老板就是他觉得他的百度的方式是杀死 让他们解脱 他觉得那个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才是真正的解脱 其实这个录音是妈妈当年唱给我们的录音 所以他每天就在听这个 所以你不是我哥 他是我哥 他真正是我哥 所有这个局都是哥哥 都是真老板做的 你们的哥哥 你们的哥哥 才是所有人里面病得最重的那种 对 妈妈太痛苦了 孩子们 你们陪妈妈去一个新的世界好吗 哦 是这样 妈妈 我们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 你怎么没睡着 妈妈是不是太自私了 妈妈 你不要怕 我和弟弟会一直陪着你的 我愿意跟妈妈去新世界 那我就放心了 妈妈还给你们准备了白色礼服 也订了小白船 天亮我们就会去海边坐上小白船 这属于童年的创伤 我去都不是创伤了 使用之后 船上有注射剂 我们就可以最终抵达 这是 这是一生无法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小朋友最后 成了真老板 他是大哥哥 坎康琴大哥哥 对 他成了真老板 但是他不知道两个弟弟还活着 1月7号的时候我得到他的死讯 打捞尸体的人 说他是投海自尽 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海难是偶然发生的 偶然发生的 那为什么他的女朋友也在船上 也遇到了海难呢 我们是遇到了海难 他是逆死在水里 但为什么身上也有那个红色的标呢 不是 他注射了 我跟你说就是每个人在上船前已经在注射那个东西了 所以不是海难 他根本就是去海上海上海上走 所以所有的最后的结局在外人看来都是海难 他上面提示写了七个字母密码 好 七个字母密码 七个字母的密码 寻找小白传游戏 打开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 一分钟的视频 这是没头脑 她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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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吗 我早就怀疑了 让她们很永续解决自己找到正确的归宿 所以你一个人眼里剩两个人 精神分裂 就是你 全世界孤立的时候 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没头脑 她几乎跟我有一模一样的经历 她也是在15年前失忆了 但是她跟我不一样的就是我对所有这个世界的反馈 都是被关的 可是她就像是运的阳光 我的天我可以再看一遍吗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我早就怀疑 所以在你房间安装了监控 没想到 在你房间 我给你的告示牌你根本没有贴对吧 还自己给别人回了信 对呀 你上次不是跟我说 你这么做是为了给那些绝望的人们一个希望吗 让他们有勇气解救自己找到正确的归宿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我 我在给他们的回信中说了一些美好的谎言 没想到他们就真的对生活开始充满希望 开始笑对人生了 我这么做不对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理解错了 以后 再也不要多管闲事了 来了 有一张照片 我很郁闷地躺在这个床上 只有一个人 你在跟对面聊天 你在跟对面聊天 你看到没有 第二个是我在医院 他开心地笑着 他也是被别人被自己都笑了 好 这个是真老板 跟这个黑猩猩 心理诊所的一个对话 我有个问题要咨询一下 这是我的店员 他除了照片上奇怪的行为之外 还很善变 清晨阳光乐观 声音音调也比较高 每天下午 抑郁 我可以 我是一个 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笑的 何必笑 但是谁 又不是谁生命当中的过客呢 并且很健忘 每天下午 他都不记得他上午说的话 他到底怎么了 这很有可能是精神分裂呢 有什么药物可以让他只保留一个人格吗 因为他清晨那个人格知道了我的秘密 我不希望他公布出去 暗示还没有长久的药物 我一直没回来睡觉 然后起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是 头是层40 90度角起来的 哦 那他到底是谁呢 是何必笑 还是没头脑 根据这种情况 没办法确定哪个是他的主人格 有可能他是没头脑 脸肉时候看到好朋友何必笑死后受到刺激 分裂了另外一个何必笑人格 分担他所有的烦恼不废 也有可能他自己就是何必笑 分裂了另外一个没头脑的人格 来治愈他自己 就是我有可能是你的儿子 也有可能是他的弟弟 所以他到底是谁 他你娘 还不知道啊 好 真说了 只要我给他注射了您给我的药以后 我就可以让他彻底解脱拜托同意 我放在炸货铺抽屉里的一针即死不见了 你明天可以再记着我一些吗 可以 明天晚上你就能收到 我的天 那个药是他给的 一针即死 刚好 那等他转换到何必笑的人格后 我就要邀请他玩寻找小白传游戏 像他这么伤心的人 明晚就会受到我的指引 解脱自己 这不像一电影 明白 我刚才有一针要杀死一个人格 那没想到他要杀死一个人格 他就是说如果你太痛苦 你就离开这个世界 这样他是解脱 因为他觉得他的世界能帮别人 所以这张画谁怕的 你现在的嫌疑啊 瞬间增大 为什么我就增大了呢 就有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抓了 因为因为这个密室 我们怎么知道你没进来过呢 但我自己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是没头脑 这里是有东西的吧 这里有书 今天你分裂了吗 自闭的角落 这里有一张纸 一针即死 就是那个 备注 这款毒药对注射的剂量非常讲究 如果没有注射整管的剂量 就不会致人死亡 但使用者身上依旧会留下 红色半圆弧印记 同时被注射者体内 还会产生抗体 使得被注射者 对这种毒药终身免疫 当时我用三支注射剂注射了四人 我和最后一个人 共同注射了一支 所以我才没死啊 这老板身上有什么 还免疫了 我和最后一个人 那几个孩子 因为针不够 只有三针 所以妈妈是一一针 一针致命 一针致命 后面剩下的两针被三个孩子分了 不是吗 一个孩子死了 另外一个孩子没死 我最后分析 因为这上面写着 我和最后一个人 共同注射了一支 一定是后来补上那小孩吧 对 补上那小孩 为什么呢 首先他一定是先给妈妈打了一针 对 然后按道理来讲 他一定是选弟弟 而不是选一个他不认识的孩子 最后剩下的那个人 最后一个人 是这个孩子 所以你应该是没头脑 孩子 注射者体内还会产生抗体 使得被注射者对这种毒药终身灵异 我和最后一个人共同注射了一支 有两个人没有得到解脱 就是有两个人 share了一根针 对 现在证明如果是谁给他打了那根针 可以出来认了 因为真狼板对这个针 终身免疫了 所以使用这根针的人可以出来认了 但有可能就会比较解脱 但有可能真和毒碳是同一个人 如果没有人认 那就基本可以敲定真和毒碳是同一个人 现在如果有人认那个真 就好办了 谁认 反正不是那个人 我们就找碳的事了好不好 就找碳的事了 来吧 朋友们 我们继续到外面去搜针吧 好吧 还有什么没有打开的 有一个国币校 有一个密码锁 对 有一个密码锁 没头脑 试过没头脑 没头脑有 好吓人 没头脑 但你反过来试过吗 从这边往这边试 他都没有那个 没有踢那个字母 什么跟没头脑有关 他的妈妈 我妈 无人爱 中间没有R 他那首歌叫啥 灯灯灯 拉拉 拉拉歌 LLG LLG 幻子遗云 世界奇妙物语 先看这些吗 先看这些来 这不是那个什么俱乐部那个 对这又是带锁的 不会都是拉拉歌吧 那他这没有拉呀 那就不是拉拉歌 那你先看他写的是啥 是不是跟封面有关系 因为每个封面是不一样的 搏击俱乐部 胆小懦弱的男主碰到了叛逆勇敢的痞子 最终他发现痞子竟然是他人性当中的利面 这都是双重人格的 对的 对的 双重人格的就是何必笑 刚才说了这是没头脑 他的人格应该就叫不高兴 叫不高兴 不高兴 不高兴试试看 不高兴开了 对不高兴是没头脑的第二个人 对 你用精神分练吧 现在是2021年1月28日凌晨4点50分 何必笑 写给你也写给我自己 那次你想自杀是我带你去看了医生 那天我就知道我们的病了 你总说我是世界上唯一能治愈你自己的人 但是不高兴和没头脑一直都是一个人 那个拼尽全力治愈你的人就是你自己 每个人都有被生活的不幸所淹没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在孤独夜里哽咽的时候 但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愈能力 那个能为我们驱散黑暗 将我们从泥沼中救赎的人 就是我们自己 刚刚曾老板好像给我注射了药物 也许会让我们体内的一个人格消失 虽然不知道我们的身体究竟是哪个身份 但不管谁消失了 我们都要坚强地面对世界 要记得我们曾经在最绝望的时候 也没有放弃过自己 用过各种方式拯救过自己 被全世界孤立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没头脑 他就像是一缕阳光 他永远在我不高兴的那些情绪背后 一针见血的指出 其实没有什么值得不高兴的 所以生而为人我们已经很不错了 以后也请满怀希望地活下去 如果我很难过 要记得去求助心理医生 不要求助那个黑心心理医生 不去找他 他给的药都是一次性了断的 这个应该是无人爱 这个一个单亲妈妈历经磨难后 仍然坚强地寻找 是这样的 我得到了一位高人的指点 他说我的儿子会隔空回来找我 先开无人爱这个 先开无人爱这个 我有资格和你一块分享这个故事吗 无人爱 当然 这都是你的信 啊 这都是你的信 这一个分东西 这个故事 来 一位单亲妈妈历经磨难后 仍然坚持充满希望地寻找走丢的儿子 失望让人绝望 希望让人坚强 无人爱也失去了孩子 甚至想绝望地自杀 所以我决定给他一个希望 让他坚强地活下去 我相信他一定能找到自己的孩子 1月2号 就是他给我回信的时候 对 就是那个人格在给他回信的时候 都是那个阳光的人格 阳光人格 小男孩威尔通过电灯的闪烁 向伤心的母亲传递他还活着的消息 真的太感人了 所以我决定通过电灯的闪烁 让他也以为自己的孩子还活着 电影里头的桥段 这里面还有个手机是吗 对 这个手机里面是一个图 这个图里面是用了一个电闸 和一个蓝牙音箱 今天太险了 还好在我的随身厅里 有那么一首啦啦歌 一切按照我的计划 我躲在门后 还好在我的 我的随身厅里有那首啦啦歌 好 这个故事出来了 这是我的 对的 世界奇妙物语 有梦想的保安 接到未来孙女的电话 这首歌词是我在未来的时候写出来的 我现在已经写下来附在信件的后面了 相信我一定会成功的 那就我的名字 好 好 开了 超级暖心的励志短片 来电不一定真的来自未来 但带给男主角的希望却是真的 我也可以告诉新音乐 未来他很成功 女友写的词就是未来他自己写的 就是他女友写的词 只有这样心高气傲的他才能接受我真心的帮助 新音乐 请一定要坚持你和女友的音乐梦 原来你女友的才华跟你一样 这里有你女友借给他的信 亲爱的烦恼邮箱 你好 我是新女友 我最近似乎被我的男友新音乐传染了严重的抑郁症 负能量的传播能力实在太强 现在的我似乎每天都在被负能量包围 我已经对自己的人生失望透顶 但还是希望男友他可以积极面对生活 我为他原创的曲子做了一首词 但我知道心高气傲的他肯定不会接受 如果有机会 希望他能了解到我的心意 代替我好好活着 这封信是所有那些在你身边忍受着你每天吐槽的亲朋好友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因为看见蜷缩的猫 在码头望着远方 海浪拍打在岸上一阵又一阵侵探 希望那些过往消失 不再回望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是因为生日的那天 心花又开放 阳光灿烂书音响 落花已沉睡安详 是否我也能画作尘土不再留了 仍放抽地里过期的糖 迷路的单车被留在回家路上 还有海边抛废弃的避风港 全都提醒我和他们一样 昨夜和今天的画面不断浮现 明天渴望能不能有新的感觉 不能沮丧 我知道 明天渴望能不能有新的改天 不能沮丧 我知道啊 可是啊 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是每一切都想在目默过的好不好 所以你在跟他说那些话的时候 你完全没意识到那些话 完全没有意识到我 曾经给他带来的压力 对 我只一味地让 觉得他是世界上能安过我们的那个 但我从来没有经过我自己的 我们总把别人当药 其实对方可能跟你一样是个病人 对 在我耳边温柔唱起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一模一样的经历 在他身边的朋友有抑郁的时候 他用最积极的方法去陪伴他 鼓励他的时候 其实他自己也传染了非常多的负能量的情绪 可是他又不好说 如果幸运的话 他自己知道还往外跳 他可能就跟着那个人一起跳出来了 但是有可能他未经把那个人拽出来之后 可能自己写进去 因为这个真的是要求助专业的意思 从后就变成了 身边的朋友的陪伴是很重要 但是有的时候是很容易的 这种负面情绪是很容易传染的 然后最后就是有一封我回答的写的说 我是新音乐果然一切如一所说 我收到了 但是我感受不到快乐 虽然我的音乐成功 但我永远失去了我的音乐 也许来自未来的你会知道你有我的死音吗 跟你的回信 就是我问他的问题 开开你的吧 我不想打开 我来 我怕我承受不了 万一打开以后他消失了我怎么办 不会的 我不会消失的 我不会消失的 我答应你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刚才我不敢说 如果是谁给他打了那根针 可以出来认了 你扎针了 我我当该骗了你吗 因为当该你说这是我哥的时候我心里一了 我说我把我哥杀了 他是我哥哥 他是我哥哥 但是这个你们要信我 我把那个杯就直接搁在他嘴边了 然后他当时谁都没想到 就直接喝了就进去了 我现在才知道这是我哥哥 然后他即使喝了那个东西 他也是免疫的 对 所以之前我刚刚的为什么我会骗你们 是因为我以为我是杀人凶手 你就在蛋里扎了这儿 那个表是我调的 我以为让他误以为他的时间 是有十分钟的差距 你为什么要调调那十分钟 我没理解这个逻辑 对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 挑快十分钟 你打这个时间差是干嘛 十点之前呢我就在这一直 我卖蛋吧不是 十点钟开始 我们四个人应该就在一块了 对 相互可以证明 我懂了 因为他知道他十点钟会去 对 然后他要只要他证明十点钟 他再给我卖蛋 他就没问题 但是事实上他调早了十分钟 那个人 曾老板九点五十就来了 对他九点五十就已经喝了那个了 曾老板以为是十点 但其实那会九点五十 对 他给他喂了药以后 他再过来跟我们在一块 很从容的 我们一看 十点钟他在啊 他打了一个时间差 他打这个时间差 做不在场证明的时间差 那等于说 没错 曾老板身上那个红色半圆弧印记 是他小时候出社的 也就是说不管是印记 他已经免疫了 但是那个药都没有让他死 他这还是毒死的 好 来吧 SSS 沙沙水 好 好 好 来 我来代表 激烈女子在餐厅 与未来老公相遇 互相治愈 这是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 给人带来的也是一种 生活与爱情的双向鼓舞 我也可以让萨和吴双向鼓舞 互相鼓励 治烦恼游 这不是我写的那封信吗 对对对 为什么他们都有那么感人的东西 可以念 我要念自己写的这个信吗 已经念过了 来 我来看一看多可笑 来 我看一看 治烦恼的游箱 我是沙沙水 那么今年是我单身的第三次八个年头了 我没有点承受不了 我怕把他 有时候一想到我 我念完以后你留满面 结果是我自己写的 谈不到爱情 找不到女朋友 这样的我活着有什么乐趣呢 其实我 能不能对我的证据用点 我心中有一个一直 来了来了 有有有有 其实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放不下的初恋 他的名字叫无仁爱 虽然他无仁爱 但他一直有我爱 其实在那里面念过一遍 我知道 好嘞 好 集中注意力搞独炭的事 因为我刚才说的时候他没跳出来 他现在突然蹦出来 很有可能 两个是他弄的 他现在为了自保保自己 第二个 就蹦出来认第一个 案发现场 太多疑点了 麻绳 麻绳 遥控器外面的开关 看这个麻绳显然是没有 不是他用了这么多是要干嘛 对 这个基本上这已经是十几米的距离 这都是编脏辫用的 他有没有可能绳子是用来拖拽用的 因为他只有手心有嘛 他只有这个动作才会有啊 哎 这有东西 欺负人 我刚才在这身边转了很久 因为我个儿我什么都还不见 没有 那是你没长 你身高有礼貌 191919 哎这是有一个 电话号码 他的手机里有一个电话 第三个电话 没有接通 有SIM卡 有一个卡 哎听一下 我是真老板 我要预定今晚的真心英雄汉真方 从五点到零点全包下了 真老板 我知道你害死人的秘密 今晚二十二点 我会将证据放在真心英雄汉真方 所以他必须要来 那也就是说他为什么十点要来 所以他说我十点会去 再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在常温下为黑色 当温度升至四十度后 黑色可消失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些东西 在温度回到正常以后 它又出现了 它又出现了 什么东西 黑色 四十度可消失 它是用颜料弄的 我看一下黑色 灯的颜色 什么叫灯的颜色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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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什么用 这消失了有什么用 是浮悬的 所以 如果我们加温的话 它会出来什么东西是吗 不是 消失以后这里面有字 对 我觉得是我们怎么加温呢 就是我那有锅 吹风机 我来找吹风机 这里有 我拿到了 这里有插座 老板 来 哎呦 这就变错了 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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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这边 先看这边 绳子 绳子 有你的证据 它四年八八是一样的 还有 关灯 关灯 在黑暗下等待 你就会看到你的证据 好 我明白了 就是解开绳子的意思 我懂了 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它解开的 一开始它就解开了半个扑团 把绳子牢牢地绑在了 绑在了 绑在了这个下面 然后呢它先吹了第一条 这个时候灯是开的 吹开第一条就是说解开绳子 会看到你证据 它就开始解开这个上面 不是它不用吹开 那个时候温度一升 对对对 它自动就出现了 所以你看你看 在这个边上有麻绳的勒痕 当它解开之后 它看到第二个指令 关灯 在这里等待 你的证据就会出来 所有这些耗时的方式 让它在十分钟之后 已经觉得不舒服 它还里面死心大力在这等 直到它死掉 直到 等会 等 你能看见什么呀 这儿 瓶子 往右 好摸到了 是什么东西 可消失的神奇胶水 它背面有这样的提示 具有极强粘性 但粘性仅能维持四个小时 四小时后粘性将消失 不会留下石油痕迹 备注 若用 旺优特供温泉的水 喷在 使用过的神奇胶水的地方 可显现红色 温泉的水 温泉水在这儿 在他们家有这个温泉水 旺优特供水 来吧 倒吧 倒在绳子上就行了 会显现红色是吧 对 先倒一点啊 没有吧 那倒在这上面是谁 倒在木的木板上 我觉得不是粘这个 为什么要粘这个 他把它缠好了 给它靠靠靠时间就好了 他应该粘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木板呢 这个木板 这个木板 来 他能粘啥呢 主要还是为了亏它时间的目的 那肯定 主要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些链子干嘛用的 对吧 我始终认为它就是放在这儿 迷惑它出口了 会不会 特供 忘忧特供温泉水 忘忧温泉水吗 不是特供 其中有一瓶是特供 只有一瓶是特供 应该是 这都是普通温泉水 这都是普通温泉 我在里面倒半天 找到了 找到吗 这呢这写着特供 这不是红吗 红字吗 有的没有有的有 这还有 拿去吧 水有限 这瓶是有特供的 OK 有没有喷壶 这个是不是喷瓶 还真是 有 有 要啥有啥 给 还有一个 是吧 来 谢谢 看看鱼坐一下 对吧 要啥有啥 打圈了 看看这 来喷一次 我一直在喷帘子 红了 红了 帘子是粘在这上面的 最上面的地方 那他疯他干啥呢 这里有红了 这有一长条看 看这里一长条看 这是一个胯 看到没有 来 我们复原一下 它有一个红色的胯 对 为什么要粘呢 拿起来试一下 我们看一眼 他本来就是两堵墙 不行 因为他进来的时候 这帘子在上面 他在上面能造成他什么判断吗 莎莎 我怀疑你说的那个是对的 因为在黑暗当中 他可能 就是想要出去的时候 他都迷迷糊糊 搞不清楚了 但不对 他只有这一个帘子 因为只有这个位置是对应对面的门的那个帘子的 他看起来很像门 所以他是把这个整个墙都糊住了 他就是把它伪装成门 这个帘子跟那个帘子是对应的 就像你说的 现场是一个轴对称的环境 四个角落就像照镜子一样 而且刚好这个位置跟炉子也跟那个门一样 对但颜色不一样啊 黑暗灯 他黑的呀黑的晕的 然后他就以为这个 他就一直敲这边敲不出去 再看看外面的木板感觉有蹊跷 看上面有黄的东西什么意思 哦 有黄的 这是那个那个什么那个 碳粉吗 不对那个碳烧完以后才是黄色 哎 我看一看 那里有黄色 那里有黄色 哦 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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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有黄的 这两块朋友们 是拆下来的 拆下来的 他在这儿 对对 是七 这边那边还有两块 头还呢 不是他就是把它密闭上了 但那两块有有有木板吗 没有 我知道了 什么 他是用这个木板把这两个玻璃封上 这样里面就是黑的了 这样它里面是黑的 但是那两块玻璃 为什么它没有封 进来的时候可能灯是关着的 所以那边是亮的 那个玻璃是亮的 透着光 给他一个感觉是门的对面是有玻璃的 对对的 我的感觉是从心理角度来讲 你一进来 对一眼看到 对面有一个小窗户 这个是会给你留下很深刻印象 对对 他进来就看见字了 看到有字了 他就开始弄那个绳 解绳子 他得一圈一圈绕 解着解着 他晕了之后 他会把这两块板 撤下来 撤下来 按到那边 这边已经没有光了 对 这边透出一些光 对 他关上灯 他以为这个是门 是 这个是门 但是这个时候 他还静静地在这里等 等 等到发现不对 想出去的时候 怎么也推不开这个门 对 就砸 敲拍 所以最后 起力不支 广 所以是这个方向倒下来的吗 所以他就是用里面的对称性 对 漂亮 用里面的对称性 那这个人得非常熟悉这个汉征 迷糊 对 撒水水 走吧我们 游客打卡处 每一个照片都有一些时间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人 他们在这里出现的照片 我们大家再来确认一下 好吧 我拿到前面来亮的地方 好的 来 这些需要确认一下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线索 每一张 大家盯着看好不好 好的 晃悠温泉90 注意看这些木板 这不是黄的 长的 有黄的两块 就是等于这两块板本来就是拿下来的 本来是拿下来的 对 就一开始是在从那边拿过来的 就取下来了 22点35 22点35 所以10点35的时候 这两块木板被拿下来了 因为只有两块板 说明10点35的时候 他已经把一切都复原了 就是我们大家去上厕所的时候 他回来卸掉了板 他把板卸下来了 对 对 因为厕所在这个方向 储物间也在这个方向 我去拿毛巾 你去上厕所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没人知道 他去干嘛了 没人知道 大弹王在卖蛋 我还在 我还在10点这几点 10点35 10点35 我还在房间哼歌呢 那很有可能来就干了这个事 也没有人能证明 有没有可能同样又是大呢 大做两个手 Double Double kill Double kill Double kill 好 到了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关键就是每一次凶手都会在这个地方露出他的狐狸尾巴 我觉得仍然还是刚进来的时候屋里是黑的 但对面有一个小窗户透出外面的光亮 这一定会给一个人进入一个陌生环境 绝对的第一印象 准确定位吧 他会认定自己的门对面是有个小窗户的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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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 等他进去以后 地上有个按钮 有个遥控器 有个按钮 他一开 灯亮了 看见柱子上 柱子上有一圈字 上面写着你的证据就在绳子里 绳子下面 他就开始解绳子 解绳子 解的晕头转向 一圈一圈晕头转向 这时候凶手就已经把这两个板 卸下去了 这边也有板 对 这边也要护上 对吧 这时候解完绳子发现下面有两字 把灯关了 等待 这个时候 不舒服了 不舒服了 要走 不舒服我想走 但这个时候他关了灯之后 他再想打开 找门 打不开了 因为闸被关了 对 于是他就只能凭借着自己的印象 门对面是有个小窗户的 找小窗户 看到这个有个小窗户 就开始推这个竹帘子 怎么推 怎么推 半个小时 最后实在不行 生命耗尽 倒地而死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22点35 看那张照片 他已经把板卸下来 再顺一下自己的时间线 大彩蛋你先缩 好的 我大点 路过前台的时候 然后我看到了 真老板预约的是5点到12点 他都在这个真心英雄房 但是呢 后来我又看那个表上有一备注 你说真老板 一直到7点都没有出现 对 我呢就打电话给前台 说我要送外卖 然后我就问一下这个老板什么时候到 前台说 真老板这个时间不是他预约搞错了 是晚上10点才会来 然后后来我一听 我就马上潜进了真老板的那个房间啊 然后我不去拿他那个真 一针几次药 一针几次药对 那个大概是在什么时间 那个是在9点多的时候 但同时 我就把他的手机调快了10分钟 我后来就打扮成了这个房的服务员 我就把那个真的药呢 喝在了一个果汁里头 对 到9点50的时候我看他果然是过来了 他一进这房间 我立马就敲门 然后我就死心赖赖非常地喝一个果汁 他就把那东西喝了 因为10点应该是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还故意啊 跟你们去卖那个蛋 然后证明我10点钟是跟你们在一起的 就是这样的 然后后边有一个关键点我要说一下 10点半左右的时候开始散游客了 我一看四下已经基本没人了 他那手机不是搁外边了 我就在10点35分的时候 到门口把那个时间调回来了 那就是我整个的时间线 撒撒睡来一下吧 我的时间线是晚上5点开始上班 搓走 一直就是客人不停 是吧 一个客人一个客人 一个钟一个钟 搓到晚上10点 我太太来了 陪我聊聊天了 然后等着我下班 同时呢 和壁笑和大蛋王都来了 然后10点半 毛巾没了 于是我就去储藏间的方向 去拿新的毛巾 10点40 又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俩就在这儿还是继续聊天 聊到11点 何必笑 和我 就到搓早间 一直搓到12点 下班 出来之后大家在一块聊天 弹钢琴啊什么的 这时候你们俩就来吧 那无人爱说一下吧 我一整天都在找没头脑 然后我下午2点的时候去过杂货铺 然后我就一直在找这个没头脑 就在这个镇上 然后晚上10点的时候 我就在这里等我老公下班 这个时候呢 我老公和壁笑还有大彩蛋 我们就在一起聊了半个小时的天 到10点半的时候 他们就各有各的事 然后我老公差不多10分钟以后吧 回来 然后我们俩继续聊天 到了11点 他们两个就进去搓早 然后我就在外面跟他们聊天 所以那10分钟 你们俩互相都没啥知道 谁放干嘛了 对吧 对 到我了是不是 我是 两点钟钟他来找了 那个没头脑 然后我呢 就在镇上到处找这个没头脑 后来没有找到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想法 我要想办法杀掉真老板 于是呢我就回到了店里 9点钟的时候 我照常的关了店 我就回到我自己的空间 观察真老板的去向 9点40的时候 我发现真老板离开了 杂货铺 我呢等了一会儿 我觉得45的时候 我觉得我脖子不舒服 于是我就想说 找一个机会来按个膜 5分钟之后 我走到了这个温泉酒店 但是我是10点钟到了摊位的 到摊位的时候 我就跟沙沙水和无人爱一起聊天 10点半的时候我肚子不舒服 我去上了厕所 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待在一起 11点到12点就在按摩 后面的时间大家就都知道了 所以你9点50到这一块你有合理的解释吗 我有10分钟 就是从温泉酒店的门口 走到摊位上的这个时间 另外我还想再问一下 有一个细节我一直没搞清楚 有一个录音真老板 把没头脑怎么着了 明天晚上就是你走向死亡的时刻 放心 我会让你开心的离开这个世界的 妈 你放开我 他给我打了一针 人格针 他让我快乐地消失在这个世界 意思就是以后你不会有这个人格出现了 至少在这两天里面 因为不高兴 是个很沮丧的人 我非常符合小白传的条件 他的地方是在这两天里面 把我引入到这个游戏 永远地把我送走 我有一个很大胆的假设 郑老板让你以 没头脑的身份 死在这个时间 现在其实你在假扮 何不孝 有可能 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不高兴 不管我是没头脑 还是不高兴 我的杀鸡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个动机的大小 对 我们听一下那个新音乐的那个时间线吧 我在屋里思考了一整天 怎么去杀掉郑老板 想了一天我也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 我就特别的郁闷 我就打算泡个澡 然后我就十点五十来这泡澡了 泡着泡着 我来弹琴 大家来了 但是就等于说 你比所有人来得多吧 对吧 对 前面的时间我今天一整天 我都在房间里 我说一个就排除我的一个前提啊 因为呢 我女朋友是被毒针毒死的 而且我也提前发现了毒针这个东西 就如果是我动手 我应该优先会选择用毒针 你齐人知道还这几组 那还可以从别的角度 如果也可能是你呢 因为你最先知道的 我最先知道 所以你准备的时间就更充分 你如果从这个角度 那也对 你怎么准备都行 那咱们就再来确认一下 凶手最后作案的那个时间吧 他整个事情要分三段 第一个时间段是五点 到他原来以为的时间 是准备麻绳 帘子 还有就是写那个字 他九点五十之后 就是他要观察到他进去之后 他要拉闸 这个是他必须要本人去做的 这是第二个时间点 第三个时间点 差不多十点半 他估摸着人已经走了之后 他要去把移动的木板 把它卸下来 让别人不会发现这个蹊跷 这个板呢 他不是做成所有这个闭环的 百分百必要的调整 其实他不做也没关系 但是他为什么我们知道 他做了这一步呢 是因为十点三十五 有游客拍照的时候 那两块板放得下来 说明他做了这个 他很周全 他没有把这两块板 留在那儿作为一个可能性的证统 他把板都移下来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这三个动作 都有时间去完成的这个人是谁 呃 三个他现在要点一个碳 对吧 碳是反正一块碳烧四个小时 凶手如果不是大的话 凶手是不知道他 九点五十会 九点五十会来的 凶手是算定他十点来 所以凶手要把碳的时间至少留到十点半 所以按这么想的话 凶手至少六点半吧 对 十八点半到九点五十 这段时间是放碳的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什么 他要关闸 那闸什么时候被关的 他关完灯 他在里面关完灯 就闸就拉下来了 他只要是觉得不舒服 不舒服要出去 他第一动作一定是开灯 他一亮不了他能一去窗口找门 他是后来灯死活打不开 然后又密闭 他就开始凭借窗户去找门 所以最科学的时间一定是我 等你熄完灯必须拉闸 对 那如果按照这个说法成立的话 那他至少九点五十就应该在这 他必须要能观察到针是提前过来 然后能看到这个地方是提前亮了 他是什么时候去换这个板子的 这个换板也要在十点之前完成 换板在十点之前 他是关灯之前把那个门堵了就行了 对 因为他只有开着灯的时候 他才能换板 因为他如果关灯 他换板就太明显了 对 就是他发现灯亮了之后 他就赶快过来把板给换了 对 对 因为从十点钟开始 我们四个人就在一块了 对 相互可以证明 所以九点五十到十点一庆 他要去观察的 我就想说观察和放板 必须分成两步吗 对 因为他只有开着灯的时候 他才不会让他注意到什么时候 把哪个玻璃挡住 对 因为他如果关灯 他换板就太明显了 对 就是他发现灯亮了之后 他就赶快过来把板给换了 也就是九点五十到十点之间 他要做两个事情 一个是拉闸 一个是一板 对 先一板再拉闸 对的 而且这个小窗户 还有一个方便 就是他可以让凶手 观察屋内的灯光 对 凶手一看灯一亮 他就知道这个针已经进去了 对 这个小窗户既是一个迷惑针的方向感的道具 同时也是凶手作案的一个观察用的小窗口 还有一点大家注意 他通过这个屋里灯亮没亮 他会知道他原本原定计划十点钟约来的人 九点五十就来了 对 所以他的计划就提前了 而且他也能知道大概到多少分钟的时候计划进入到哪一步了 他要关灯了 他还差多少分钟他会死 对 他他基本上可以确认他的计划的推进的流程 是的 是 但这里面有一个大bug就是如果凶手打电话约 你十点钟到汉征房来 对 然后他要在那等到灯灭 再去拉闸 我们就算他十分钟吧 十点到十点十分这段时间 他就没法跟其他人一块在广场上 他原来不需要这个 他后面这个不在场证明 十点钟跟朋友会合一下 是他的意外收获 原来他所有处心纪律的都是为了造成自杀的假象 他原本没有想要做不在场证明 所以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没有影响 有谁知道他十点钟要来到汉征房 大知道 观察到他走 西医院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他过来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的我关于他的时间线断在九点四十他离开 我知道 我听说的是说这个真老板今天特别奇怪 大手笔包了一晚上那个汉征房 但我们的印象中包一晚上就是从五点到十二点 我是不知道他晚上十点三 对 对 第三个动作 卸板卸板吗 对 你十点半以后干嘛去了 十点三十五的时候 我去把他的手机调了 我去把他的手机调了 从时间点来讲我们三个就肯定是十点半 对 他呢就没所谓 因为他在十点五十之前他是自由的 你这样的动机是什么 我最好的朋友没头脑 可能要被要被我的老板杀掉了 所以我要杀掉我的老板保护我最好的朋友 好这是何必效的作案动机 你俩是 他是想要留一条路继续和儿子相见 我是他是要制止 那个悲剧继续发生保护爱人 他是报仇 我问女友复仇 那就是你们仨都比较迫切 但是所有人目前掌握的真杀人的证据都没到小白传那个层面 只有没头脑 一个人是知道小白传的整个阴谋 不对 有一个人知道哦 你哦 你去求证了 大家 我只知道收到小白传的人两天之内会死 对 但我不知道小白传背后是一个把所有没有希望的人送往彼岸的一个巨大 你也算是无限接近了 你不能说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何必效 和那个无人爱还有洒洒水的嫌疑比较大 嗯 你们三个的 这个作案的迫切程度也比他们俩高一些 但是具体是谁 我觉得还看自己分析吧 投票吧 好 投票吧 来吧 每次做侦探都是这么的纠结 选项太多了 每个人都有嫌疑 但是呢 我首先要排除一下大彩蛋 因为大彩蛋已经用了那个一针祭死 新音乐呢 它来的时候所有的案件在我们还原的时间线中 凶手已经完成了作案了 所以我排除新音乐 何必效 灑灑水和无人爱 他们三个人呢又同时都知道真老板的罪行 何必效是要保护他的兄弟 然后无人爱是因为没头脑知道他孩子的线索 如果再失去这一个线索的话 他可能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这是他的紧迫性 灑灑水 因为他收到了两封信和两个小白船 他要保护自己 最重要的他是要保护他的爱人 如果爱人头算的话 萨老师保护的是两条人命 所以我觉得 他的紧迫性要大一点 你到底是不是他呢 是你吗 也许吧 我刚才有个特别奇妙的感觉 我突然发现我没有办法向大家证明 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快乐 或者是我是不是真的不快乐 就是一个人 他都有可能开朗或者是抑郁的一面 太奇妙的感觉了 今天这个案子呢 我觉得分成两个不同的人群 一个呢是大彩蛋跟新音乐 他们两个是不太有那么多嫌疑的人 那么在灑灑水和无人爱当中 十点以前撤板和观察的动作 其实大家都有可能 到了那个把板放回位的这个动作 他就是应该趁大家都不在的时候 来做的动作 那么在十点三十分的时候 灑灑水说他要去给我换个毛巾 他如果想要利用这个时间 去撤这个板的话很做作 就明明三个都在一起 他突然说我有事走开一下 然后去那个板 那不是很明显就是他吗 反观无人爱 他在那个地方待着 发现沙沙水也走了 何必笑也走了 突然只剩他一个人 于是他就非常从容的 利用这个大家都不在的时间 做了这件事 所以我要投给伍燃 现在是我投票的环节 今天我要把票投给的这个人 首先他的动机非常非常的迫切 因为他要保护两个人 一个人是要保护我 另一个人是要保护他自己 这个人就是撒撒碎 其次就是撒撒水 对于汉蒸房的结构非常之了解 那么满足所有的作案时间 钻动机 他是最符合条件的 我把这一票投给沙沙水 就是你 对不住了 其实我是有内疚的 我又拿了我心爱的手铐 这叫靠谁呢 这三个人是最有可疑的现象 如果我是沙沙水的话 我作为一个撮草工 随时都有可能去接待新的客人 那如果我在9点50和10点做案的时候 有可能我中间会被发现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的概率 可能比较小 如果我是合必效的话 我确实也最有可能 因为浇水 需要用店里特制的矿泉水 才能让鞋为引起 那如果我是无人爱女士 10点半一个上厕所 因为拿毛巾我被晾得掉 所以我刚好有时间去把木板放下来 在这个时间去完成更加完美的饭饭 所以是零 根据刚刚的推论 10点 合必效 杀哈水 无人爱 这三个人同时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特殊的情况 就是 凶手 不知道 真的手机被大彩蛋给调快了10分钟 如果真的是合必效 他约了真老板 结果他发现他9点40就过去了 他当时应该是会马上跟上去 这会比较合理 所以说能够有效发现真老板 他今天来到这个地方呢 现在目标锁定下来是杀杀水和无人爱 杀杀水无人爱 两夫妻我要投一个 我要把一个送进监狱 送谁呢 走 嘿嘿嘿嘿嘿 我要拿下我 第一小手口 好的 那个今天那个投票 我 我还除了我自己 我还以为我把我哥哥杀了呢 那简直太红狗了 那我还以后怎么面对我自己 好 那么既然不是我之后呢 我这新音乐 我不认为 何必笑 特别的乱七八糟的 然后 散大水说他中间有一个10分钟 他去 拿东西了 吴正爱说他就在原地坐着等着他 所以那个时候 根本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 他也没说他干嘛 所以我现在比较怀疑他们两个 我觉得我只能放手一拨 王一拨 来祝福我一下 谢谢兄弟 在这个案件当中 其实一开始我特别怀疑大财产 但是后来当他自己承认了一针致死的这个药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他一个人要用两种方式做案 而且两种方式之间在时间线上 它是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 新音乐呢 所有的事情他都可能去做未免也太过于明显 所以这两位都从我的名单中排除掉了 所以最后在剩下何必笑和无人爱当中 所以这一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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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今天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我们的忘忧阵一定会变成 麻烦接踵而成 哈哈哈 变成名副其实的忘忧阵好不好 好 就看我们今天检举能不能成功了 好 请先报 明星角色扮演推理游戏 明星大侦探第六季 网忧杂货铺中 获得最多指控的嫌疑人到底是谁 现在公开投票节目 首先公开 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 啊 说我干嘛 获得零票的安全玩家是 是谁呢 说我干嘛 大家都这么自信啊 讨厌 嘞 对 谢谢你 不用声 你都抽我 两位玩家嫌疑解除 我们仨都有票 啊 都抽我啊 这不是睁眼儿 啊 现在公布 两位侦探的第一轮投票结果 陈酒店 投给 预测 我觉得是大 为什么呢 第一轮 我第一轮多就位啊 我已经那个见得非常好了 运作下 投给 洒洒水 这个这样投的好的 反正一人最起码有个百分之几 值的机会 剩下的票数 集中在洒洒水和无人爱之间 请两位出列 洒洒水请问你投给了谁 我不想投给那个人 因为投给他 就意味着我又恢复单身了 哈哈哈哈 啊你这么心狠手辣呀 最让我可疑的就是在十点半钟 我和和我们两个往同一个方向去 一个上厕所 一个去拿毛巾的时候 他是一个人留在了网场上 所以当时最安全的 完全有条件做安全的 应该就是无人爱 所以这一票啊 希望他在未来还有机会 能够获得属于他的幸福 但是 解决问题不能用这样的方法 我只是觉得 如果我投对了的话 当然如果投错了 我也会不单身了 哈哈哈哈 直接这位就 这一票叫单身票 无人爱 请问你投给了谁 你投给谁了 我选择的这个人 我也是 我是觉得我很感动 但是解决问题 不应该用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 是不是 要不说你俩在一起呢 对不能用这样的方法 这一票 投给撒撒碎 哈哈哈哈 户头 夫妻户头 反目轻头 这一票 究竟 在无人爱 和撒撒碎当中 谁获得的票数更高 投给撒 希望他在未来还有机会 这一票 投给撒撒碎 我要投给无人爱 赛老师 是你吗 那我要投的是 无人爱 无人爱 是你 请把无人爱 关进笼子 又是我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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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我 不是 那你们 你们也没问我去哪了 谁啊 被指控的无人爱 真的是杀人凶手 现在我宣布 各位检举犯人 成功 我们有错过什么关键性证据吗 各位错过的第一个关键性证据为 杂货铺空间柜子下面的一封信 放水 放水的柜子下面 放水的柜子下面 哎呀 这 哦 嗨 邮件到 是什么 真老板 清洗 当患者陷入困境会极度容易慌张焦虑无法冷静思考丧失正常分辨能力 所以他就知道他肯定出不来了 他才能够根据这个特点去设计一个假门 错过的第二个关键性证据为 在无人爱房间柜子里的衣服上 有黑色痕迹 啊这样 哦 要要要要要 我就知道一定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证据 要么就是黑色要么就黄色吹一下好吹一下 消失了 哎不见了 不容易不容易好 来 萨萨有什么感觉 不快乐的人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 我我是建议寻求专业方式 你要注意他发出的一些很特别的信号 对 如果你觉得奇怪的话 你不要把他当作是一件小事情忽略过 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让带他去看医生 或者是多关注他 因为有可能那个是他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 不要错过他们的求救信号 对还有一点 因为我是其实是抑郁嘛 但是被嘲笑成为猛男落泪症 说我作 说我说那些话是搞怪 说我其实好像是一个搞笑的人 或者是一个奇怪的人 但我是真的没办法控制我自己 而且这个其实是我的一种疾病 对 所以呢 当我被全世界嘲笑的时候 当有一个温暖的人来帮助我的时候 我对我来说是真的是很温暖的一个救命稻草 没有人会去嘲笑一个感冒患者 也没有人会去嘲笑一个癌症患者 所以请你们也不要把这样的嘲笑 放在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身上 对 我觉得生活中一定会遇到烦心事 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就多往好处想 退一步海阔天空 对没事就来我们的旺游镇 一切烦恼的忧愁全部忘掉 你还是个企业家 哈哈哈到时候我们好好的一起 坐下最后还是个企业家 运作运作好吧 拿上金条 猜对的拿 拿对的 哎呀我今天是 一下对了啊 一下都没对 一两票都没对啊 我也可以有一个 我偷对了 可以拿呀 谢谢 好谢谢 人像视频会发光 Reno太岸心不慌 感谢幻彩人像视频 在我眼里你会发光的 OPPO Reno5系列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谢谢 感谢 跟随灵魂找到你 一起上SOUL玩推理 感谢一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社交平台SOUL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谢谢 打开百事助攻破案 感谢打开百事把乐带回家的 百事可乐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明星侦探斗才智 游戏就玩神五四 感谢快乐社交网游神五四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一口丝滑拿铁 谜团轻松破解 感谢开启愉悦探案的 雀巢咖啡丝滑拿铁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李清来龙去脉 博士无处不在 感谢科技成就生活之美的 博士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看明星大侦探玩百变大侦探 感谢社交推理两不误的 百变大侦探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暖暖三九感冒零 破案推理不能停 感谢三九感冒零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口喉健康 信赖三斤西瓜霜 感谢三斤西瓜霜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夸克搜一搜 真相搜搜搜 感谢年轻人都在用的夸克智能搜搜APP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脖子不舒服 用SKG颈椎按摩仪 感谢众多明星正在用的SKG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就整理成功了 好 好吧 那我们只能把无人爱留在这里了 你们走吧 我陪他一会儿 真相吧 大白 但其实我也是为了你们好的 虽然说我也是不应该这样做 那我还是叫你一声妈妈吧 叫你一声妈妈 好了 你走吧 你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对 留给你们 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我们还是很欢迎员工家属 过来做一做监督我们的工作 我怎么过去做一做现在 准许让你在里边有个担尖 里边还有个泡池 就这样吧 祝福你找到真爱 我没有 我等你 你不用等我 我已经四十岁了 你不用等我 我等你出来 感动 再见了 我觉得 其实今天我好像当了一天的倾听者 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觉得很压抑 然后也很多的郁闷 身处每一个职业和每一个人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难处 确实生活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今天妈妈带着那几个孩子 离开这个世界 出了一个我都感觉我哭了 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 我总在为一些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那么挣扎的事情 而反复的挣扎 每个人的生活中难免都会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一要学会表达吧 在自己身处坏情绪的时候 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自己的这个情绪疏导的方向 首先我会找到这个不开心的原因之后 我会从这件事情先抽离开 我不会沉溺在这件事情里面 还有一点 我会想自己所有的优点和这些困难 我如何解决 我如何去面对它 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的 只是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太阳都有起也有落 连人生也是会有起的落的 其实在何必孝的心里 他是非常无奈和绝望的 他其实并不是想要哗众取宠 他是真的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当他被别人远离 觉得他在很作的时候 我觉得他心里其实是很悲伤的 而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能够懂他 来开解他 所以这个人就成为他的 算是就像是救命稻草一样 身边遇到这样的朋友 包括家人 我觉得可能你的 你的一两句安慰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 我每个人其实不能够真正去感受 另外一个人真正的情绪 但每个人都会有低落的时候 我可以 当你寒冷的时候 如果我能为你抱心 当然是最好的 但如果不抱心的话 我不要为你雪上架双 我觉得这样对于别人是一个很重的伤害 首先要确认一个概念就是 抑郁的情绪和抑郁症是两种概念 如果真的达到了抑郁症的级 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形成了一个生命 或者是形成了一个病态 一定要寻求科学的医疗的帮助 那是一个系统科学的事情 但如果实际上生活中 偶尔会有一些抑郁的情绪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如何调整自己的形态 当然周围人的态度非常关键 如果说这些朋友的陪伴 然后已经无法化解 然后你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生理上的反应 和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去医院 然后找专业的医生去求救 一定要去慎重地陪伴他 另外我是觉得 在我平时遇到一些不开心的朋友的时候 他们其实有求救 而这些信号其实你当时看的时候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 你不要放着信号 不要忽略他们的求救 不要忽略他们的信号 当然也不要太过于自信自己 对他人的帮助 我觉得抑郁症现在是一个 目前在全世界 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精神类的疾病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曾经发布一个数据 在全球74亿人里面 抑郁症患者达到了3.4亿 通过这个数据 大家就知道抑郁症 现在在我们自然人群里面 它是多么的普遍 我们要夹打普及力度 来告诉大家什么是抑郁症 抑郁症的发生原因是什么 它的对标表现是什么 我们怎么把它识别出来 然后抑郁症怎么治疗 只有我们对抑郁症的 有了科学的认识以后 我们才能知道到底该怎么办 找到应对的方法 比如说情绪很低落 四位变得直缓 一直活动减退了 然后出现失眠 早醒 没有胃口 当这些症状的时候 他们及时到医院去诊断 然后在医生的建议下 正确地使用药物 那么积极地锻炼 然后加强人际交流 首先抑郁症的发病 和他的遗传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他的家族里面 在直系亲属里面 有抑郁症的患者 那么在他们的后代 得抑郁症的概率 比普通人群要高很多倍 第二个抑郁症的发病 还和这个人的心理因素有关 如果一个人长期遭受挫折打击 长期从痛苦中走不出来 他就有可能患有抑郁症 第三个抑郁症的发病 还和他的人格特质有关 他的应对方式有关 他的认知模式有关 有特定人格特质的 在遭遇挫折打击以后 往往他们怎么样 容易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可能会得抑郁症 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 家长不要一味地在折败孩子 我觉得首先要了解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孩子 出现这些情绪和行为的反应 在找到背后的原因 进行干预以后 如果效果还不明显 建议家长还是要 带孩子到医院去进行确诊 所以得了抑郁症 首先掌握抑郁症相关的知识 第二及时地寻求帮助 第三个 我觉得环境就是家人 更多的朋友更多的关心 爱抑 陪伴 我觉得这是一个综合治疗 只有在综合治疗的 全面治疗的前提下 这个人才能最大可能地 从抑郁症中走出来 上微博 参与明星大侦探话题讨论 说出你心中的Top1 谢金成员 感谢特别合作媒体 微博台网 微博综艺 首席合作新闻媒体 新浪娱乐 新浪新闻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 网易娱乐 网易谈新社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 抖音 新闻客户端合作 澎湃新闻 凤凰新闻 界面新闻 一点资讯 扎可 感谢特别合作 智行 达达快速 有到辞典 一代价 硬客 好看视频 WiFi万能钥匙 闪蒙搜狗输入法 网媒支持 瘋狂娱乐 腾讯娱乐 搜狗娱乐 中国青年网 北青网 环球网 国际在线 青龙网 粉丝网 中国娱乐网 360娱乐 猫哭娱乐 亚洲文娱 亚洲影视